好 現在時間已經七點鐘了 那今天呢 非常歡迎大家在這個 週五的夜晚來到這邊 我們今天準備要來談的一個主題是 不要工作行不行 這個感覺起來很荒誕不禁的一面談 那我是大家所看到的那個鳳君山 就是上面的那一位鳳君山 我們今天的原本預計有一位 就是大家有看到上面寫的 因為有位師淳陽 師淳陽先生他說我們寫教廟宮 可是呢他 我們就是他實際上今天沒有辦法來 但我們還是把他的名字給擺在上面 是因為我們希望他透過他這些年 新洲江湖累積一些仇恨值來 拿一些人過來 所以今天如果是衝著想要跟師淳陽 來了結一下多年來的宿願的人的話 可能要讓你們失望 但沒關係因為我們也都還在這裡 有什麼事情要談大家都可以談 那我這邊先說明一下 今天的週五會有點不一樣 首先大家注意到主持人也是空的主持人 跑過來這邊坐的 當然我還是可以坐在這邊這樣 比較好看得到大家 那首先呢就是主持人自己 跑下來那個 等一下要來發表談話 這是第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第二個是 我們週五有個傳諷是開場之前 在主獎人開始講以前 所有的人都會自禁 那今天呢我們想要做一點小小的調整 就是我們那個自禁呢要把它後面去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希望說我們先把我們的想法講完了之後 因為今天這個題目就是太天銳了 就是我們其實很希望能夠多聽聽大家的想法 我們先講完我們的想法之後 然後再讓大家所有的人 一邊自禁 一邊用簡短的一點時間 來去簡單的回應一下說 你剛剛聽到這些想法裡面 同意的不同意的 覺得荒謬的地方 直接在那機會我們可以直接來討論 直接來回應 那同時在 在這個 講 演講後 也不要說演講 就是在分享之後的自禁 結束之後呢 我會再請問一下大家意見 大家 因為現在的想法 可能跟那個時候會不太一樣 成員也可能不太一樣 所以到那時候呢 我會再問大家說 我們是要 拆開來分組討論 之後再一起大家共同問答 那還是我們直接進入大家共同問答 那這個有利弊啦 這個有利弊啦 那麼共同 一起共同問答 當然就是 大家都知道有說過什麼 但相對的有很多意見 可能就會在這茫茫人海當中 會淹沒這樣一個時間有限 那我們就 這個問題呢 就等到 我們今天開場分享 然後大家 各位的姿介和回應 結束了之後 我們再來讓大家選擇說 要不要吩咐 OK 那 接下來 我請 我的另外有夥伴 幫你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鳳凡先生 再說一次 你的姿勢 Vivi Vivi 你們正確欸 Vivi 大家好 我是那個上面 Tairo上面寫的賴閭 Martin 那就當著我們四個賴関斯運動的參與者就好了 謝謝 今天特別體驗何來是因為要等一下 等一下不管在問答還是分組的時候 其實如果記錄分組的話 那當然我也要跟大家一起下去討論 可是只有我一個人的話 可能大家想要問我的事情就會全部擠過來 但是我在這邊先跟大家說 如果我們到時候要分組的話 驗何基本上要講就是我們腦袋裡面是 處於一個複製人的狀態 所以你想要問我的問題 幾乎都可以在他那邊得到答案 所以就算進入分組的狀態也不用焦慮 就是找不到我就去跟驗何問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進入這個簡報分享的階段 那 可能要請大家先轉過去 然後我們非常低調躲在這邊 所以大家也不會看到我 大家只會聽到我的聲音 選了一個有點阿洛克風的布景主題 我想說今天是一個 邪教的儀式的場合 對不對也沒有儀式阿 好跟大家說明一下為什麼一直說邪教 就是因為 再開始運動這個東西 他基本上講 對於現在的 以金錢為基礎 的資本主義社會有一些非常激進 的批判 那個激進的程度是已經到了 就是感覺像是外星人 一樣的 一樣的程度 所以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 覺得我們好像不活在地球上 然後覺得我們好像在 傳一個 很神秘的宗教 那裡面 一切都很美好 但其實 其實都是騙人的 之類的 所以大家會 覺得我們像邪教 那 久了我們當然就是 自我挖苦一下 所以他們就會說自己的邪教信徒 那今天很高興的這個機會呢 來這邊跟大家 分享一下這個 身為邪教信徒的 這個理念 首先今天 今天講的事情是 就業為生 這件事情 那我在這邊要先定義一下 我接下來所要講的這個 就業為生型社會 它在我眼中 看起來是個什麼樣子 很直接了當的就是 一個 在這個社會裡面 每個人都要賺錢生活 因為在我們現在的社會裡面 幾乎 所有的東西都市場化商品化了 一天 沒有錢 其實你連吃的東西 可能都會有問題 住的 食衣住行全部都會出問題 所以呢 你 如果不想辦法去賺錢 生活的話 基本上要講這個社會 形態是 可能會 隨著你去餓死 的那個狀態 那 這整個經濟模型呢 我 從我的角度裡面來看 它是 以匱乏為基本 去用力 什麼意思 就是 再說 它預設所有的人 除非你 賺到錢 不然的話 你就是 會在這個社會裡面 被淘汰 被餓死 那 在這個 脈絡底下 然後你所有的人 得要 想辦法 從這個 預設的 匱乏當中 掙扎出來 求生 然後在這個 在這個 生死交關的 關頭底下 不斷的去 驅動這個經濟模型 往前走 那 至於說到這個 怎麼賺錢呢 其實我剛剛 前面講的是 賺錢生活 那 其實這個 怎麼賺錢 的方式呢 就 我之所以寫 多元加一個印號 是因為 其實 大家只要想一下 就知道 就是 我們有一些人 的賺錢方式 其實 也不是工作 那些人的賺錢方式 是什麼 是靠吧 這是現實生活當中 的確有的事情嘛 靠你自己的家屬 親戚伴侶 主產 都是各樣的 那這些人 他們不在這個 匱乏的 危險下 危險線底下 但 對絕大部分的人 而言 那我們 我們大家都是 基本上來講 被丟到這個世界的時候 是處於一個 虧乏的狀態 就是你一定要想辦法 在經濟體制裡面 找到一個 自己可以扮演的角色 賺到錢 你才有資格 活下去 所以這是我今天要反思 這個就業維生型的社會 我腦袋裡面 是這樣子 理解和描述它 那接下來 那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 為什麼這個 這個模型 我覺得不可行 第一件事情 如果是7月5號 彭銘輝老師那一場 有來的朋友 應該就非常清楚 那這裡我就不再贅述了 就是 我們現在的 電腦 網路 以及各式各樣自動化機械 他們是確確實實 在各個領域 在取代 所謂的傳統的人類的勞動 不用說別的事情 亞馬遜那邊的大幅 亞馬遜的倉儲自動化 一年裁掉是上萬個 上萬個倉儲運輸工人 郭台銘他在富士康那邊 一裁也是裁6萬個人 那些失業 他都非常難 因為整個科技的進步的速度 太快 然後那些失業都非常難 去用我們舊有的一些思維 來去應對 所以在這個狀況底下 你要求每個人 等要去想辦法 找到一份工作 就業 賺到錢 在經濟體質裡面 找到這些角色 之後才有資格活下去 根本就是天方夜談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不公平的大風吹 這是一個 註定 會有一堆輸家 的大風吹遊戲 因為不斷的有椅子 被機器人 被電腦給湊走 但在這邊要先說明一下 當然我並不是一個 反科技的 羅德主義者 完全不是 我覺得問題 是出在我們的社會結構 我們的社會結構 預設了 人們要想辦法賺錢生活 才會 讓科技性失業 變成是一個 這麼棘手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不可行 第二個事情是呢 這整個 模型 它其實 必定 必定伴隨著 無止境的 就是 經濟成長的衝動 那這個經濟成長的衝動 裡面呢 它因為 干涉到所有的人 他會想盡辦法 要活下去 所以他會 不斷的去追求 各式各樣的 經濟活動 在裡面 找不到自己的角色 而 當他為了活下去的時候 他不會去介意 自己是做山老鼠 還是自己是在 排放汙染 還是自己是在 虐待動物 還是 甚至 自己是在貪造工房 不會介意這件事情 因為他要活下去 而 而這樣子的一個 經濟成長模型 是完全沒有把 整個地球的 資源的限制 放在眼裡的 完全沒有 它只 要 人們 自己去想辦法 創造出來更多的 經濟成長 來 好讓你自己 在這個 就業維生型的社會裡面 有個安身立民的地方 但我覺得這 根本就是 一樣 就是一個 注定創造出來 一大堆書家 而且 從更大的尺度來講 從生態的角度來講 注定會讓我們所有的人 都變成書家的 一場瘋狂的遊戲 我有想要 提供化水性的 好不好 好 好 跟大家 順便 分享一下 就是上個禮拜 其實 彭宇輝老師在講到 科技性失業 的時候呢 其實他講的 就是我心目中 所謂的老路 因為彭宇輝老師 上個禮拜 提到的事情 就是說 政府應該要出手 想辦法來 去讓科技性失業 這個問題 的衝擊變小 那傳統上來講的 就是 所謂的 事業救濟 家長就業輔助 就是透過教育 來讓那些 從 舊的 失去 舊的 被消失 被取代的 工作 轉移到 新的 隨著 經濟發展 科技進步 生產出來的 工作 但是 為什麼 這件事情 會有問題呢 就是 很簡單 人的 學習 就是比不上 文明科技的成長 一個 直接的例子 就是 大家都知道 國道收費員的事情 國道收費員 大家 以往的主流 在新聞 或是 一些 公運的 脈絡底下 談這件事情 的時候 都會專注在說 他的不當結構 的部分 但是其實 你退步看 他實際上發生的事情是 上千個 藍領的工作機會 變成是 幾十個 白領的 辦公室工作 實際發生的事情 是這個樣子 變成 一些人在電腦前面 去管理 資料控管 那些數據 就可以 解決這些 這些 原本要上千個人 日夜倫敗 才有辦法處理的事情 而 這樣子的 科技發展 你要怎麼樣子把那些 原本 在原本的 國道收費的 就業環境裡面 一代一代 十幾年的人 讓他去轉移 到那些新的工作裡面去呢 尤其當那些新的工作還 明明就那麼少 的時候 所以 我覺得這個老路 基本上來講是行不通的 那第二個呢 就是 根本也不管這件事情 就是所謂的 所謂生命自己 會長到初步 大家自己會去想辦法 那 我跟大家 分享一下 我看見 人類在想什麼辦法 就是 大家可以注意到 這幾年金融業 佔我們國內GDP的比例 越來越高 年輕人 在 就業博覽會的時候 大量釋出的職缺是什麼 保險 金融 房仲 這些東西通通都是什麼 金錢遊戲 我講不客氣的 就真的是這個樣子 他們就是在做一些 把各式各樣的 食產 動產 不動產 給買來賣去 然後在中間抽成的遊戲 那裡面有沒有 實質改善社會的生產 真的是非常有限 那玩不起的人 就像我剛剛說的 就是玩不起這些 白領的金錢遊戲的人 接過 就會跑去 刪老鼠 詐騙集團 這些年來 台灣 那麼多 幾乎沒有人沒有接到過 詐騙電話 在這種狀況 但那 真的是什麼 台灣人的 道德淪喪嗎 我們大家都突然 集體的從解雲以後 都非常的 懷念 蔣宗正總統的 道德光環 所以我們大家都突然 失卻大臨 導我們大家都 道德倫喪嗎 不可能嗎 蔣介石根本就 什麼東西 對不對 就是 這一切根本就是 實際上 這麼多人 所謂的 道德倫喪嗎 他背後驅動的是什麼事情 就是大家要活下去 而他根本找不到 活下去的方式 他就只好用騙的 他就只好用違法的方式來 想辦法 爭取自己一行之地 挺而走險 就這麼單純 當然也有很少數的人玩藍牌創業 我也認識很多年輕的創業家 他們 開桌遊店 開各式各樣的 網路的 一些平台 做不做得下去不知道 但最起碼 他們現在 初步有一些規模 但是 這些 其實同時 也都是 裡面多多少少都有 那個自動化的 因應在裡頭 他們做事情的時候 伴隨著他們越來越 依靠 科技 其實他們需要的人力 也越來越少 所以這些藍牌創業 對於處理整個 就科技性失業的狂潮而言 根本就是 生多粥少 這種時候 應該要用杯水車型 完全就是杯水車型的狀態 所以 這些是 傳統上 我們講到科技性失業的時候 這些老陸 我覺得這些老陸 是行不通的 行不通的理由 剛剛已經跟大家講了 就是 要不然就是貝德 要不然就是根本 還不及幾 杯水車型 而 接下來想跟大家談的事情 就是 這個 模型 我覺得它 我們不應該 就它 在倫理上 不好的地方 是什麼 就是 我剛剛已經有先跟大家說 給大家點到的事情 就是 這個模型 它勢必會 讓所有的人 去盲目的追求 生產 還有成長 首先 大家都知道 有沒有人不知道 計劃性太舊 這個概念 計劃性太舊 指的是 所有的 產品 它在 設計 或是在 它 盡當的商業流程的時候 它不是以 持久 耐用 為前提 而是以 循環式消費 為前提 在設計 它的整個 製造 以及 銷售 以及 回收的流程 舉的 很單純的例子 就是 為什麼 我們的 電腦 很容易 就會要整台換 這不是 因為 這不是 很單純的 說什麼 你可能會說 因為 舊的零件沒有辦法 新的零件沒有辦法 插在舊的機台上面 但其實你就要回過頭來去問 一件事情 那為什麼 新的零件都 不能設計的 它可以插在舊的機台上面 這整件事情就是 因為 如果 如果 所有的東西 它都被設計成是 你 原則上來講 就是 一路用下去 然後只有 壞掉了什麼東西 再換一下 壞掉了什麼東西 再換一下 所有東西用這個方式 來設計的話 實際上它會需要的 生產工作 相對就會變得 非常非常的少 因為 絕大部分的工作 會變成是 維修 或是 生產出來 一些 零件 而 在這樣子的一個 如果說 沒有計劃性太舊 來去 做一個 驅動力的話 整個 物質生產 其實需要的工作 相對就變得非常少 因為你已經做完了嘛 就是如果你一台電腦 實際上來講 你可以用 用個三五十年 你只要 局部的更新它的零件 然後隨著 時代去 可能 必要的時候 可能 可能十五二十年 它去換一下 它的整個 整個 基地 的話 那麼 實際的生產工作會變少 那生產工作變少 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 舊業會變少 所以 其實 當大家在 責怪說 計劃性太舊 好像是個什麼 大陰謀之類的時候 我覺得 大家回過頭去看 就是 計劃性太舊 當初 被製造出來 這個概念 被生產出來 它其實是為了要去 面對 美國的 1929的 大蕭條之後的 事業潮 他們意識到說 如果說 沒有一個 類似計劃性太舊 這樣子 讓大家不斷地用 循環的生產 購買 來去 來去 不斷地 創造出來更多的 需要做東西的需求 以及那個需要做東西的需求 後面 延伸出來的 更多的 就業的話 那麼我們整個國家的體制 會出問題 我們的就業體制 會出問題 我們的就業 我們沒有辦法達到 足夠的 就業 沒有辦法達到充分就業 計劃性太舊 其實 當初生產出來 這個概念 被視為是 劃時代的創舉 為什麼 因為它處理掉了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叫做失業 那個問題叫做 沒有那麼多工作 可以能做 所以 為什麼會 這樣 可是 當然 我們如今 過了幾十年 回過頭來看 我們會覺得說 可是那一切都是資源的浪費和消耗啊 為什麼我們要 用那麼 以資源來講 非常不有趣 的方式 來去 來去 規劃我們的經濟生產 回過頭吧 其實它當初 就是因為 它要創造就業 就是為了要去 幫助就業 維生 這個模型 才會延伸出來 計劃性太舊 這個 我們如今 會覺得說 非常貝德 的機制 這次 其次呢 就是 如今 我們的整個經濟體系 它為什麼沒有辦法 就是所謂的成長性經濟 國外有些人 他們在追求 所謂的去成長化的經濟 成長性經濟 為什麼一定要 經濟為什麼一定要成長 這件事情 它其實主要就是 兩個理由 一 大家 我們什麼別的事情都不用談 光談GDP 然後我們用 所得分配 的 這個面牆 來去談GDP 這件事情 就好了 當 我們 所有的人口 不斷的上揚 然後我們又必須要去提供 足夠的人們 他們參與工作的 他們 足夠的 工時 好讓他們 大家可以充分就業 的時候 那麼 整個經濟體 它從GDP的角度來算 的話 它一定會得要追求 GDP的成長 因為你沒有辦法 把人給砍掉 而相對生產的效率 卻又不斷在提高 每個單位的工時 它會創造出來的 GDP 也不斷在提高 在這個狀況底下 其實 你如果不從頭去思考 充分就業 而 人口 和科技的進步 這兩件事情 是不會停下來的 人口會不斷成長 科技也會不斷成長 生產效率會不斷成長 在這個狀況底下 我們唯一能夠談的事情 只有 對於就業 對於充分就業 這件事情的期待 如果我們不討論這件事情 不討論充分就業的這個概念的話 在這個 GDP 等於人口 乘以總公式 乘以生產效率 的這個公式裡面 我們勢必會追求不斷成長的 經濟 而不斷成長的經濟 它實際上會有什麼問題呢 別的事情都不談 在能源消耗 以及污染排放上面 這麼多年來的統計數字 顯示 GDP 跟這兩件事情 就是正相關 其實這些年 歐洲他們試著用綠色產業 試著用各種方式 來去降低他們之間的相關 其實非常有錢 他們之間的 關聯平台是非常的高 這也是為什麼 歐盟的 經濟學家 他們會特地寫了一本書 叫做 誰說經濟 一定要成長 就是因為 他們意識到說 光走這個 產業綠化 光走 污染排放的減少 沒有辦法去遏止 那個經濟成長所伴隨的 那些生態後果 沒有辦法 所以他們才會得要回過頭來去 談說 那我們 勢必得要 讓經濟不要 不要去追求 一味的追求經濟成長 而當我們要 不要在這樣子 一味的追求經濟成長 會撞到的事情是什麼呢 一樣 就是我剛剛說的 就是 人口在增加 生產效率在增加 那麼如果我不談 就業維生 不談 充分就業這件事情的話 這是 要讓經濟成長的 虛動力 停下來 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是 數學上 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A 等於 B 乘以 C 乘以 B B 和 C 在上揚 D 不能不下降 如果 D 不下降 那麼 A 一定會跟這一次上揚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它的兩個驅動力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叫債務金錢 債務金錢大概跟大家 在這邊先提一下 因為這個是今天的主軸 債務金錢指的是 我們現在 所有通行的貨幣 裡面 90% 是透過貸款 創造出來的 那這意味著 這些錢全部都伴隨著利器 所以 一個數學上很簡單的事實 就是全世界的錢 不夠還全世界的債務 這是數學上非常 一翻兩瞪點 就是鐵真正的事實 那 這會造成什麼結果 就是得要不斷的有人 去借新錢來換舊的債務 那 借了那些新錢要幹嘛 他當然得要去把他 投入經濟活動 然後創造經濟的 交換 也就是 追求經濟成長 他非得要不斷追求經濟成長 才可能 從這個 舊的利息 不斷追過來的 這個 勞農裡面 往前面再 多 勾嚴殘算一年 再多勾嚴殘算半年 所以債務金錢是另外一個 推著所有的 經濟體 等要不斷追求經濟成長的 另外一個主持 不過 這個之前作品的時候 我太過 那 在最好的狀況底下 就是成長型 經濟 就是 就是整個 就業為生 型的社會 那其實在最好的狀況底下 他也會傾向 把原本免費的東西 變成商品 像 如今大家 就是 20年前 我媽 她常常跟我說 她 其實很不能理解 為什麼後來會有罐裝水這件事情 但如今我們大家都習以為常 對不對 罐裝 拼裝水 對 就是 如今我們大家都非常習以為常 各式各樣的 水啊 什麼 還有我們以前 其實 以前 小時候 我是 祖母 祖父祖母 帶大的 但如今我的同輩的孩子 都是 亡母帶大的 為什麼 其實這過程當中就是 整個社會在那個就業為生的 體制底下 人們都在忙著賺錢嘛 對不對 接著就出現各式各樣的家庭 清職失能嘛 對不對 然後市場的服務就開始進場 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其實不斷的在做出 更是各樣的 我們 自己不斷挖了很多的問題 然後把那些問題 變成商品的形式再去販賣出去 甚至隨便再打個地方 就是像 日本的那個膠囊旅館 大家都知道 日本的膠囊旅館 它其實 背後的 整個 整個機制是怎麼來的呢 是因為 市中心的地價非常貴 以致於他們通勤的 就沒有辦法 閒少有人買的 起市中心 上班地點的房子 也租不起 於是 他們通勤時間 非常長 加班的時間也長 通勤的時間長 加班又長 那萬一 你得要有個 七身之地的話 怎麼辦呢 這裡就出現了一個 相機 對不對 就是給那些人 一個 單純可以睡覺的地方 然後夠便宜 於是 於是這些社會問題 通通都被商品化 其實 就是在最好的狀況下 他其實也在不斷做這些事情 就是把那些 把那些社會問題商品化 把免費的東西商品化 甚至是 試著要把各式各樣的 各式各樣的 原本我們透過社群合作 來去完成的一些事情 比方說 我們年階的大掃除 這是我舉一些生活話的例子 年階的大掃除 如今 有多少人家的年階大掃除 其實最後因為說 我實在是 一又很累 二家裡面 其實現在 也根本沒有多少人 要回家過年了 所以 年階大掃除 最後變成外包 給經濟公司 我家就是這樣 我家就是這樣 我奶奶他已經做不動了 所以就是 就是會 進入這種 奇怪的狀態 那麼 我說最好的狀況 理想他也會生產出來 這些 結果啦 但 像彭明輝老師 可能他就會覺得說 因為上個禮拜他在提 提到這個第四集產業 他覺得說 其實就是要把一些什麼 講床邊故事的人 他應該也要變成一個 好的工作機會 一些專業的人 去幫你的孩子 說床邊故事 這些 精緻的服務業 不是很好嗎 之類的 像彭明輝老師可能就覺得說 把這些服務給就業化 也是一件好事啊 反正市場機制 也是可以這樣繼續運作下去 接下來我要談的事情就是 為什麼我覺得就業化 它會是一個問題 首先 他真的會腐蝕行為的初衷 我剛剛說的那個床邊故事這件事情 大家應該把我惡惡的感覺 那我從我自己的故事來講 就是 我爸 我小時候就是我爸在跟我講床邊故事 講什麼雅三立賢記之類的 那 這是我跟我爸這件的連結 那 我爸他 有很多 讓人無法忍受的 衛生習慣 就是 生活習慣 就是 他一直過得 一塌糊塗 那我 能夠忍受他的 是 靠什麼事情 就是靠我自己的 小時候他在我床邊 跟我講 那麼用心的 變了 變了 幾百頭晚上的 床邊故事 然後每天 情節不重複 連過來的 跟我講 這件事情 你如果把它商業化 服務化了之後 結果會變成什麼 結果他單純只不過是 因為親指師 所以市場進駐 可是那些 Storyteller 他們會早 他們會從你的生活 當中離開 你也許聽到了好的故事 但你 實際上真正對你生命 重要的東西 不見了 消失了 而你甚至還以為自己賺到了 你甚至還以為自己 多好啊 我有一個 我從 我從一個不專業的 爸爸 胡亂編的故事 升級到了 專業的 說故事的人 提供的問言來 其實這是哪裏的賺到 當會腐蝕行為初衷的 另外 更嚴重的例子 就是 國防 和警察 大家應該都知道我們現在已經是開始朝不明智的方向走 而我本人正好上個禮拜剛剛去接受教招 教招的時候他們當然會有一些愛國教育啊 然後 會有一些招募的影片 那在那裏面呢 大家也可想而知 你不用實際看到 你可想而知也知道 裡面其實會出現非常吊詭的事情 他會一邊跟你說 當軍人不只是一份職業 當軍人是保家衛國的職業 是有很崇高的使命 國家的安全 都維繫在你的身上 所有同胞的 安慰 另一頁大家可以說 我們士官兵的心想非常優渥 福利非常的穩定 然後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張 一床 一桌 一櫃 就是各式各樣 生活條件多 那樣子的 絕對不會讓你後悔 對不對 就是你會看見 你會看見 當國家安全這件事情 變成一個工作的時候 當人們在思考 自己要不要投入這件事情的時候 依據的是 他的 他的工作 工作待遇 以及他 退休之後的福利 的時候 這兩件事情會打架 這不是開玩笑 就是因為 所有的 使館長 或是 那個時候 中校隊長 來跑過來 就是可能 因為我看起來 好像一副很適合 當兵的樣子 所以他就跑過來問我 說 其實你物質需求 如果不高的話 其實軍隊的生活 也蠻適合你的 我不想跟他說 林北年齊已經過了 簽不下去了 可是 可是 當他在跟我說的時候 他談的事情都是什麼 他都在談錢 講白就是這樣 那當 當 這些事情 變成工作的時候 說真的 你能談的就是錢 當你能談的只剩下錢的時候 那我們真的不能去 我們真的不會意外 就是 當有人出更高的價碼的時候 什麼忠誠 什麼愛國情商 那些東西 都可以擺在後面 尤其當他們覺得說 我們都是中國人 那時候 對不對 如果他們就覺得 我們都是中國人 的狀況底下 那麼你也難怪 那些退休的降校 整天在那邊做一些 賣國的事情 是 不意外嘛 因為對他來講 沒有重要的事情 需要他捍衛 對他來講 那件事情 就只是一個工作 而 而 在這裡面 被腐蝕掉的東西是什麼 大家可以自己想 警察也是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警察他們 他們實際上 我們一個社會需要警察 實際上是為了要維持秩序 這個事情是沒有錯 但是 因為 那些警察通通都生計 他們的生計 全部都 就是他們明天下個月 孩子的 孩子的磁磚 全部都維繫在他們的工作 警察這份工作上的時候 你真的不能怪他們 對他們掌官為命是從 你真的不能怪他們 我也不是說真的不能怪 我說你 不奇怪 就是當他們 對掌官為命是從 然後看起來 好像完全沒有 一個主體可以去 做一些基本的 良知判斷 然後會 居然把 打不下去 三二四 再說是三二四 他們居然會打不下去 為什麼 對他們來講都是 刀口填寫的事情 聽 掌官的命令 不然 就是你要去死 對我們來講是 理念的生長 對他們來講是 生計 他們是在刀口上面填寫的 而 什麼樣的機制 會可以把人控制成這個樣子 就是就業維生型的社會 他把所有的人丟到一個 匱雜的環境裡面去 要跟你說 你得要工作 才有辦法 有資格活下去 而 錢是我的 所以你要為我工作 而為我工作意味著 我叫你做什麼 你就得要做完 不要去管你自己心裡面 覺得海報 好像很可憐 可是你為了要活下去 海報烏溜溜的眼睛在那邊 蠕動蠕動著 你一樣也是 拿釘字尻就這樣子 一招一個 一招一個 把他的腦袋給敲爆 兩支 那什麼東西 回去看心理醫生 所以 就業化這些事情 我覺得它實際上 實際上 我這邊只舉兩個例子 但是大家可以回過頭去想 不管是教育也好 生活中各個層面 甚至是醫療 就是當一件事情變成是 你 就業賴以為生的機制 的時候 它怎麼樣腐蝕掉那些行為 它當初本來 最重要的價值 而讓它變成了 一些別的東西 那 其次呢 就是 有這些就業 它會研製我們的文明觀念和 讓科技應用的更新 這我是在說認真的事情 我一樣也是跟大家 舉兩個例子 文明觀念這件事情是 在我的心目中 在我的心目中 因為我自己本身 是獨文科的 那我的心目中呢 所有的創作者 其實在人類文明 精神 精神 領域裡面呢 扮演了前驅者的角色 他們不斷地在拓展我們 對於同理性 對於這個世界的認知的 前瞻視野 但是 當他們 那些創作者 實際上都被丟進一個 你必須要賺錢生活的 就業維生性 社會裡面的時候 結果變成什麼樣子 我都還不用提說 就是 大量的人 基本上來講 根本就 退出那個市場 因為台灣這個市場 非常的小 即使是在那個市場裡面的人 他們 也 為了要 維持自己在市場上面的競爭力 所以開始 得要跟所謂主流的價值觀 做非常多的 妥協 就像 前陣子林靜傑導演 她在說她的 她在拍 她的片子 艾琳娜的時候 她怎麼樣子 試著把自己的美學 跟主流美學之間做妥協 她覺得自己臥底啊 叭叭叭叭 就是我看了真的是 覺得委屈到了極點啊 就是 就是 她希望展現出來的前瞻事 也不管在美學 還是政治上的 通通 都為了要迎合市場 不要打折 就是要免將 那當然我並不是在說 所以 所有的創作者 就帶他自己去 關起門來 並不到自己 自己去那邊 抑鬱就好了 不是 有責任 有對 自己的 創作使命 有責任感的 創作者 他本來就會要去 跟公眾對話 但跟公眾對話 和被市場機制 簽證走 是怎麼回事 但我們 如今卻常常誤以為說 是 公眾 是市場機制 來去促成的 公眾對話 沒有 公眾對話本來就在 本來就在創作者的 靈魂當中 但市場機制恰好 把他們變成了 是一對 從剛開始 堅持在做什麼 然後到後來 有一天跟 辛勁的 後輩在說什麼 哎呀 這個現實是很殘忍 理想歸理想 有一天你就會懂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 在整個文明的觀念上 尤其在藝術創作者 的角度上 我覺得 我看到非常 嚴重 就是 這一種類型的社會 他 對於這些 先驅者 起了非常 嚴重的製作的作用 他們被迫 可以要像 雲雲眾生 一樣 就是 不是 不是 不是比較會跟 雲雲眾生 溝通而已 而是他們被逼得 得要像雲雲眾生 一樣想事情 而他們得要把自己 那些最 尖銳的瘋芒 給藏起來 其次就是 發電的問題 就是 如今我們大家 當然 講到台灣的 核能政策 綠能政策 整個電力產業的時候 都會覺得說 台電很有力 然後為什麼會 轉斷跋扈 但是 再一次的 其實跟警察 的狀況很像 是大家要去 思考一下 綠能 這件事情 它本質上 因為 因為綠能 它的來源在哪裡 在天上 在空中 無所在的地方 所以 像德國 他們那邊 已經非常清楚 意識到這件事情 就是 綠能 它的 生產形式 最適合的 不是大型的 集中生產 而是 分散式的 加護生產 德國也非常清楚 意識到這件事情 而這實際上 意味著什麼 綠能 跟一個 巨大的 集中生產的 電力產業之間 已經不只是 理念上面的衝突了 是生技上的衝突 就是 全台灣如果 我們真的都把 太陽能 能開台了 盡量 就是 全部都給 建構起來 之後 台電 是沒有角色的 台電裡面 很多部門 會從此之後 失去了他們 他們原本帶以 維生工作 他們可能還 維繫著一些 線路的 配裝備 維修 然後可能有一些 這個 電力生產 裝置的 裝備 維修 但是 在那之後 很多工作都沒有 因為很多的東西 也可以 就是 都在 在家戶裡面 然後 被稀釋到 整個社群生活當中 所以 當你在覺得 台電為什麼 那麼把握的時候 我提醒大家是 因為 在這個 就業維生型的 社會裡面 他們是在 刀口填寫 他們跟綠能之間 是殊死戰 就是我們覺得 因為 因為 30年 50年以後的 能源危機 我們在擔心 這種不永續的能源 有一天會造成更大的 危機的時候 他們是可能 三個月 五個月以後 就會斷炊 他們可能 三年五年以後 就會餓死 那在這種狀況底下 你要知道他們 妥協什麼 他們不會妥協的 他們勢必會為了要 捍衛自己的 所謂工作權 我覺得這個 名字實在是非常荒謬 我只 承認 生存權而已 我不承認 工作權 工作權是什麼東西 人應該有權利 像一隻驢子 要每天拉著一堆東西 在街上跑嗎 這算什麼權利 所以 我說 他們 就會為了自己的工作權 而去 不斷的 研製這些 對人類文明而言 更好 對科技發展而言 更有 對科技利用而言 更有效率 的 種種的技術 革新 通通會被這整個體制給拖垮 這是因為 舊模型底下的人 他們還要舊業為生 所以你如果轉移到新的模型裡面去的話 那些 都不見了 通通都變成科技性事業 那而 這件事情他們不會容忍 所以 我之所以 覺得說 就算 如彭銀威老師所說的 我們 把所有的東西 各式各樣的東西 都舊業化了 丟到市場機制裡面了 是不是好事呢 我覺得不是好事 因為他 就是會 實際上還是會有這 兩個大問題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 真的是主犯不及被宰 我只 取這兩個 最大的方向 出來跟大家分享 那在這邊 因為前面拉拉莎莎回頭 前面拉拉莎莎講了蠻多事情 我回過頭來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起來 就業為生 他基本上要講他的預設是什麼 其實他 就是 覺得 我這裡用鞭慶式 但其實 不管是馬基為例 或是鞭慶 或是很多 其實其他的哲學家 他們看來人的時候都是這個樣子 他們相信人類是一種 一方面是 只會為了避免餓死而做任何事情 二方面就是 為了避免餓死 他們會願意做任何事情 的生命 他們想像中等症 是一個 扣除掉生存壓力以後 就會有任何內在驅動力 去讓他們去做任何事情 就是 但我完全不同意 我一點點也不同意這件事情 因為 我生活當中看到太多例子 我覺得包括在座的各位 每一位 來這邊 我感覺不到 你們今天來這裡 是為了避免餓死 有誰今天不來這裡 會餓死 有誰今天 是為了 不會有人是為了避免餓死 而來這裡的 人類本來就會 有很多 事情 是我們 即使 沒有 就是沒有生存壓力 的狀況底下 我們也是不斷會 思索 然後觀察 分析 並且 去反省 我們所身處的社會 然後 並且會 不斷的試著去善待他人 改善 不管是改善 在周圍的環境也好 或者是善待善人也好 我們就是 會做這種事情的生物 我們就是這樣子的社群生物 所以我完全不同意這種人性觀 而 就業為神的 整個社會框架底下 他其實 就是覺得 如果 人們沒有餓死的壓力的話 你沒辦法叫他做任何事情 但實際上 人們會自己去做 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事情嗎 而相對的 現在 擺在這個就業為成的狂況底下 有多少事情是無意義的事情 你不說別的 我自己之前在做的工作 我 做公關行銷的工作 於是 我公司接了一個 朱立倫的 新北市的案子 然後我要去幫他排蛋糕 我說 拜託這是什麼工作啊 我說這是應該出現在這個世界上的工作嗎 這是一個不應該出現在這個世界上的工作 剛剛前面講的那一大堆金錢遊戲 我們何苦 然後甚至是 前陣 那個 新竹市長 林志堅 林志堅最近新發了一支影片 說他們 新 推行的一項德政 叫做 讓小朋友 他們因為爸媽有時候加班外 所以 延長他們留校的時間可以到七點 當然這裡面可能有一些加班費什麼東西 或者如果他是用社區合作的方式的話 可能也相對好一點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這是什麼工作 這些增加出來的工作算什麼東西 這完全就是自找麻煩 經濟學裡面這叫防御性支出 防御性支出 意思是說 那個 比方說今天 美孚的 油輪 在 墨西哥灣 產了 漏了一堆油 於是我們得要花非常多的錢 去把那些油給大家包起來 這叫防御性支出 從這角度來看 我真的覺得 就是我看七七八八的這個世界 而且都是一堆防御性支出 大家不知道在忙什麼東西 拿這裡的問題來當成那裡的就業 然後把所有的問題商品框 然後大家買來賣去買來賣去 所以 差到這裡是因為我覺得 就是 你把人逼到餓死的那個狀態底下 結果你叫大家去做的事情 不是一些有意義的事情啊 但相對著人們沒有餓死的狀況下 就是 沒有什麼的壓力的狀況下 大家明明我眼睜真看見這裡 那麼多人坐在這裡 在做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事情啊 花你們的時間 精力心力 你們在做你們覺得有意義的事情 我也是 所以 我根本不同意這種人性觀 那其次就是 根本就是社會的阿爾文主義嘛 我的意思是說 你 包裝在金錢貨幣 包裝在就業市場 包裝在商業競爭底下 但 這根本就是在港社會的阿爾文主義啊 你就是在說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 就活該去死 但 說好的人權呢 我們原本說的人權裡面 包括那些生存權 甚至是那些飲水 飲食 食物 那些權利呢 都跑到哪裡去了 就是在這個 就業為生的機制底下 全部都 沒有啊 就是 這就是自然淘汰 優生虐敗的過程而已 那 那所以 時間有點長喔 不要自己預期的要 長 就是囉嗦 因為 難過 這世界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最後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是我覺得 我們大家必須要 做一些 典範轉移啦 今天邀請大家來 當然就是要跟大家 分享一下 我們 在開始的 腦海當中的 一些典範轉移 第一個是 觀念上面的典範轉移 就是首先我們要學會 區分工作還就業這兩件事情 當我在講就業的時候 我在說的事情是 那種 為了錢 而去做的事情 而 實際上 我們人生當中有太多工作 是 真正有意義的事情 呃 比方都不管說 我們今天坐在這裡 等一下 大家會一起進行的討論也好 然後 折舞的志工人 他們每次 錄影錄音的工作也好 或甚至是 你跟你自己的家人 好好相處 真的 真的 就是 光是跟自己的 孩子 爸媽 親人 好好相處 朋友 好好相處 這些事情 會花時間 但它真的沒有價值嗎 它對整個社會的穩定 真的沒有幫助嗎 明明就是有啊 大家 這些年看見 像正傑這樣子的例子 層出不窮 大家還不知道說 這問題從哪裡來的嗎 這個親自和社會的知識 跟我們失調啊 那在這種狀況底下 好好的做個好人 難道不算是一個很高貴的工作嗎 好好的善待身邊的人 難道不是一件很高貴的工作嗎 甚至是 好好的 做一個民主社會的公民 關切你的政府在做的事情 關切種種的公共政策 但它不是很重要的工作嗎 我們的民主社會 我們的整個社會運作 不需要這些人嗎 需要啊 但在現在的就業維生 體制底下 因為他們沒有參與經濟活動 這些東西通通都不算數 所以他們沒有得到想對應的 他們基本上來講 不會透過這些工作 得到他們生存所需 於是他們得要自己另外去想辦法 如果他們想不到辦法了 那他們就只好放下那些 他們得要去就業想辦法 而為了就業 他們得要放下那些真正有意義的工作 那些真的能幫助這個社會穩定 能幫助這個社會變更好的工作 卻會因著就業而被放棄掉 所以我覺得我要先取分就業和工作 這件事情 那好 然後這一點我剛剛已經講完了 就是這些事情都很重要 都是重要的工作 就是社群支持 公民參與 這都是重要的工作 但如今我們覺得萬一不考慮它了 那第二個是我覺得 這個接下來講 大家一定會覺得有夠誇張嗎 就是怎麼可能 這類的 那要講的是制度上我覺得 整個社會必須要做典範轉移 首先 剛剛前面有跟大家講過貨幣 就是債務金錢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債本質上來講就是 設計來 我們的錢就設計來 創造出來 就是 我們的錢 本來就是不夠的 因為債多餘錢 這是我剛剛之前講的那個債務金錢的事情 所以 我們有貨幣上的匯發 所以 以冰島為例 冰島他們現在其實在討論要去 進行一個很激進的金融改革 叫做 Solver Money 就是主權貨幣 他們就是要把 發行貨幣創造貨幣的機制 的權利 從銀行跟貸款部門收回來 變成是 有央行那邊統一管制 然後在 央行決定發的量 議會 民主議會來決定那些發行的量用到哪裡去 那這些 這個激進的改革 他會直接的讓 首先貨幣的用途 變化 他會直接先讓貨幣的性質變化 這些貨幣不再是 伴隨著債務的貨幣 所以他不會 本質上來講就伴隨著貨幣的匯發 那其次就是他的 使用用途上也會更有機會接受公民的監督 當然我們可以想像就是 他們的議會絕對不會容許 這些錢被拿去 發行來的第一瞬間 就被拿去炒房炒國 公民不可能會同意這件事情 可是私人銀行會 為什麼 因為這樣獲利穩定 因為這是他們一起在玩的金錢遊戲 所有的人都一起放貸到房市裡面 房市當然賺 那重點是 傻傻在交利息的人 全部都變成銀行的努力 那第二個匱乏是 分配上我覺得 就是 得要確保所有的人 就是貨幣的分配 得要確保所有的人 有最基本的 有尊嚴的生活 所以 像是瑞士也好 芬蘭也好 荷蘭也好 甚至冰島其實也有在談這件事情 他們都在談無條件的基本收入 就是 不需要任何的 不管你的身份、地位、收入、年齡、性別 不管 就是你只要活著 我有一筆錢 就是政府裡面的直接撥一筆錢 來確保你的生活基本過去無語 那就會大大的 拉高所有的人 等於說他就是在挑戰 那個就業衛生的機制 就是這個就業衛生的框架 會被這個無條件基本收入的觀念 給 給 很激進的挑戰 當然 大家很快也都會覺得說 那 如果大家都不工作了 那怎麼辦 就其實這 這就是我們剛開始談到 科技性事業 其實我們要想到 把科技性事業這個問題 變成是我們的助力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人類發明這麼多 優秀的 器械和 但是 人工智能 不是為了找自己麻煩的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讓這些東西為人類的福祉服務 所以 所以說 我覺得 在整個制度上 我們也要把那些基本的生存所需 農業啊 一些基本的製造業啊 那些東西想辦法 盡可能讓它降低它的人力需求 然後 讓它是 有機器帶勞 而不是 得要有大量的人力去投入 那現在的狀況底下 我們會不斷的 不敢走這條路的理由是什麼 又或是說 當我們撞上這個自動化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 很 很害怕的理由是什麼 是因為它會衝擊就業啊 就業啊 當人民需要工作的時候 他們會害怕自動化 那如果相對的我們整個社會 不以就業為生存的前提的時候 那麼 自動化這件事情 非但不是一件壞事 甚至是一件 把我們大家都解放出來的好事 第四單部分要談的事情 就是 整個文明啦 就是 大家可以想像到 就是伴隨的這些制度上面的 點半轉移 其實我們這個 文明的觀念上面會 有非常大的調整 這個事情是包括 歐洲的第三次工業革命 其實都已經在談的事情 就是我們 將來整個文明 其實不再會像現在這個樣子 不應該像現在這個樣子 執著在所有權這件事情上 而是更 貼近在使用權這件事情上 這是他們在 歐洲在談物聯網的時候 他們非常注重的一個觀念 但物聯網這個觀念 就是拉到台灣來的時候 就變成是單純的 好像只是一個 商務平台 我也不知道到底怎麼回事 但歐洲他們在談物聯網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在覺得說 就如同網路把資訊給公共化 讓所有的人都能夠自由禁用 的一樣 他們覺得物聯網也要讓物品 變成是公共化 所有人能夠自由禁用的東西 就是人們不用再執著在說 我一定要有一個什麼東西 因為 因為伴隨著運輸 和網路資訊的發達 你要的東西可以在快速 就是 可承擔的範圍內 可能 10個鐘頭 兩天之內 你需要的東西 就會在你手邊 你用完了 你不需要了 就再把它回到財戶去 歐洲那邊在談物聯網的時候 是非常強調的這件事情 但真的 我不知道台灣到底是 就這樣 就這樣 那第二個點判轉移是 我們如今在看待所有事情的時候 都是拿錢在 做評估的標準 就是 你今天 要坐公車還是要 搭捷運還是要騎機車 算的是油錢和 時間 讓時間拿時薪來算 那你今天 要不要用那個 隨便 就是很生活的 你的年洗款 各種各樣的事情 店家到底是要用年洗款 還是要 要 店家裡面要用鋼塊 然後讓他們每天在洗 之類的 這些事情 大家在判斷下這些判斷的時候 因為標準都是 錢 就是 是 用年洗筷 省下來的 就是 年洗筷也會花一些錢 可是 洗筷子也要花一些錢 於是他們就在算 哪一邊的錢 比較少 那 可是我覺得 如果我們都只用這個方式來算事情的話 其實會出包的啦 肯定會出包的啦 因為 你就活生生地地球資源的限制就在那裡嘛 環境存在的 的 上限就在那裡 那這些事情 你不去面對它 就會出問題 所以我覺得 將來的 文明裡面 金錢這件事情 必須要排在生命後面 我們應該是要 從整個文明永續和生命的 文明永續發展的角度來去 做任何事情的評估啦 所以 就像是 綠能 和 那個 火力發展核能發展之間的關係 也是 如今也都是拿錢 來再算說 可是綠能比較貴 可以拿這個事情來算嗎 等到有一天我們文明崩潰的時候呢 等到有一天我們的 可居地 不堪 不堪負債的時候呢 拿這個東西來算 只是人類自己在玩這個虛假的東西 對地球而言 它真的 don't fucking care 反正你們人類死就是死了 我們地球繼續轉 真正有差別是人類 那我們要玩這個虛假遊戲嗎 還是要認真地去看看 生命當中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那當然 伴隨著這個 神秘價值序列的轉移 就是 我們整個 經濟啦 就是 這裡終於出現了 再該死之所以 像是邪教的理由 就是我們 我們 認同的事情是 所謂 不是金錢市場經濟 如今對大家非常熟悉 以金錢來做買賣交易的 經濟模式 而是以資源的使用和適當和儲存量以及實際需求 作為 作為一切事物衡量標準的資源基礎經濟 我覺得 畢竟 就是真的地球的現實就在那裡啦 所以 今天 我覺得 人類就是這樣子一個很麻煩又很美好的生物 就是 就是 他會變出來很多把戲來騙自己 但正因為那些把戲是他自己變出來 所以也只有人類能裁斷他 那我覺得 我們大家在 過去的幾百年幾千年當中 一路走到今天發展出來了 這個叫做資本主義的 體制 那裡面的確創造出來一些有趣的東西 但我必須要說就是 我覺得他絕大部分都在做收割的工作 就比方說我們的生活條件 明明就是因為能源的大量消耗以及科技的發展 而獲得提升 但是資本主義每次都說是因為他的功勞 但跟他沒關係 但是 但是 如今我覺得 人類真的要回過頭去想一下說 什麼樣子的 世界是我們科技 可以留以下一代的世界 好 好接下來呢 就是說好的所謂的 自我介紹 而且 Sophie還在嗎? 我不會食言啦 即使現在人這麼多 好不好 好 好 我們 就是 等一下那個 剛剛最後那個 呃 資源技術 請大家 說一分鐘解釋一下 一分鐘真的很難 真的大家有機會的話就回頭去 直接Google這個關鍵字 有非常多的資料 然後 台灣的時代精神運動 在開始運動的 各地的志工們 其實他非常有行動力的去翻譯 或者是編輯組織出來的很多相關的文件 有興趣去了解一下 我當然承認這件事情是一個 很離 離現在很遙遠的事情 但是我希望說大家 將來跟看待 看待這個世界現在所看見的總統事情的時候 然後在那邊留一點這個資源基礎型經濟的 的idea在裡面 也許你會發現 這個世界看起來真的跟你以前看的樣子不一樣 那 所以 所以有點難啦 雖然我還是花了一分鐘 不過我就是 確定大家花點時間就了解 好 接下來就是 要來進行這個意見調查了 那個 我們 要做的事情 其實非常分純 好 這個喜好貼在胸前了 理論上講我今天應該要準備便利貼 但是我沒有 所以就 不用麻煩這些事情了 但 還是要 進入這個 自戒回憶的狀態 好 所以接下來的階段就是 大家可以自我介紹 並且能夠試著回答 現在上面的問題 就是我剛剛在講的事情就是 一剛開始就只要先跟大家說 一下那個數字就好了 好不好 就是 做一個簡單的調查 算了 我覺得 好 沒關係 那就當他各自講好了 我原本在想說要用舉手的方式講 還是要當他各自講 沒關係就各自講好了 等一下大家自己的時候 就報一下身家性命 然後 講一下數字 並且 分享一下自己的理由 當然 很對不起 就是很抱歉的事情 就是 時間上希望大家稍微做點控制 那我這邊倒不會良人 不過我會用眼神 好不好 我會用眼神 OK OK 好 那麼就用麥克風就開始進入 就 在哪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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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都要這個 這是我的堅持 也是Sophie的堅持 好 大家好 我是Sophie 我是那個中文志工 這樣子 沒有 因為大家簡單介紹 因為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大家自我介紹 因為我們希望大家來這邊 不是來聽人講 我們希望是大家可以有互動 然後我們希望大家都可以 你就是先表明自己是誰 因為我覺得這是這個社會 還蠻記得你的就是 認識的那個 你不用用真名 像我覺得我是Sophie 那你可以用一個你自己的畫面 然後你也可以就是倡議一下說 你自己的主題是什麼 那折五的話也就是 我們今年要進入第五週一年了 然後就是很開心 就是今天帶這邊 看到這麼多新的朋友 那希望大家以後 可以就是多多來這邊 然後大家一起 真的比較多討論講 謝謝 沒關係就是 沒關係就是 一是不支持 五是很支持 不是 一到二 就是 理念上而保護是支持啊 可是我 是 三個 四個 給個 Degree Degree喔 對啊 五是最高的 其實有點低耶 就是 因為我覺得理念上支持 可是實際上層面 我覺得還是有問題 對 因為我覺得說想問 因為畢竟就是社會手上這個 這個地方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的話 可能它不是說我們現在可以馬上進入了一個狀態 然後當然它一定會花很多時間 可是我覺得可能是可以納入教育裡面的一個部分 這個可能會是比較 哇 妳比我還要激進啊 妳是說 妳是說 時代精神入課綱這樣 就是說 妳可以讓我們很想開始討論這個問題 如果可以 哇 那太好了 可是現在課綱都在談那個史關的問題 我知道那也是一時啊 所以就是很多啊 比如說有什麼推廣高中 主學 教育學會什麼 之類的 很多 自助信息 對 套讀一下 就是我覺得這個的話 也是大家都可以 當成一個自己 當作一個媒體吧 就是 而且我覺得其實這個社會很缺乏就是一個比較真誠的溝通 對啊 大家都會先去猜測對方什麼立場或什麼 可是 我不知道我自己在這邊就是蠻久的時間 那我覺得 其實這也是一個還不錯的場合 那你們來的話 我會覺得說 我會覺得說 我不希望大家是帶著一個 就是來聽 這講得很有名 所以我們來聽 這不是這樣 我們是希望讓更多落實式的聲音或比較邊緣的聲音被聽見 因為這社會是非常的多元的 對那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意見 但是我想互相當然是要尊重的這樣子 對 嗯 我想今天應該沒有人因為講者很有名過來的 對 我其實有聲音 對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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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薇薇 然後 算是實在精神 不斷的制度 然後 我想大家應該今天也都不是為了賺大錢的來現場 所以 以後 沒有金錢的社會 我覺得 大家可以去從事更多的社會運動 或者是擔任更多的制度 還是辦法讓這個社會變更好 各位大家好 我叫梁浩子布 我這幾年在從事台灣獨立運動 發現台灣這個社會脫離全球化 而且就是說 國民黨這個政權 用這個脫離全球化來控制台灣人 所以台灣社會要 要來提出超越全球化的概念 就是說台灣人很熱心 那很多團體要來競購 志工的生活價值 這樣的話 台灣的創造力才會起來 就是說用經濟能力來改變台灣 台灣的政治的現狀 這個 要在這10年內突破這個概念 不然台灣會很慘 就是說 在國民黨這種經濟的控制下 高房價跟敵心化 就 控制很多人的思考行為 這樣整個台灣的競爭力 就全部弱化掉 就是說台灣沒有有錢人 全部都是窮人 這是很可怕的 就是說國民黨他們 他們裡面沒有人才 就是說整個被全球化移弄了還不知道 這是台灣的悲哀 所以我們今天才要來這邊思考 謝謝 在這邊預告一下之後 我們應該會找孫雄理來談那個 TPP和雅同行之間的 角力和經合關係 講究竟話 就是 就是 啊 TPP 好 請 大家好 我叫雅依莎 那那個 今天我剛剛那個分數不是我給 五分最高嗎 你要破標嗎 好 破標給十分好了 這真的是我一輩子的一個宗旨了 我的人生就已經付出在這個革命之上了 對我認為 對我說這個就是 屬於人類 我們文明邁入到下一個階段的前提 使用貨幣這個非常低等的這種東西 其實對我們人類文明來說是一個致命的傷害 不僅對環境 也對我們經濟本身 我相信在座各位 很多了解時代性質的運動 都有目共睹 我們的貧富差距 我們的羅文級 那以及 我們明明就有科學 可以使用 可是卻拔實在那些當選者手中 對我相信說未來 大家可以分進而及 用不同的方式 不管是 建構生態孫也好 或者是透過社區貨幣的建立也好 各種方式 來脫離資本主義的控制 最終漫想像的一個 最棒的一個體制 謝謝 大家要問我先談談的問題 是 出賣台灣 美鳳會的生活 我對這個意見 我比較在意的就是 有 經常聽到 當你要離開一個地方 你的談話跟你說 我不能 別忘了你自己的東西 Don't forget you're alone 我要問的是 每一個人 你外到現在 你知不知道 什麼會是你的 你是什麼人的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你是你國人的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你是 你是中國的 你知不知道 老公是你的 還是只有你還是你的 那意思就是 民對這個 外界的 所謂當下 你是屬於哪一個社群 你有沒有自主權 這個才是比較重要 當你知道了 你的 你認 你 歸屬的 社群的時候 你就知道 你是在 工作 還是在就業 那 這個 面向的問題 我是覺得 可能有必要先澄清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我做三組 那我來自討人 那我 本身對 今天這個主張 我 是 支持的程度 應該是 四分左右 對 基本上我是蠻支持的 只是 目前這個 社會就是 要打破 這個貨幣制度 可能 就是沒辦法 一觸可擊 可能就是要慢慢來 那我是 知道說 之前我有看一些影片 那 那個貨幣系統 基本上是 用一個 以債養債的 用債務累積的 一個制度 所以我覺得這個制度 因為就是 算是一種 對 對 土地或對資源 的一種 過度膨脹 過度消費 所以 對這個 我覺得這個是 早安會出問題的 一個制度 所以 如果要改變這個制度 可能就或許就是要從 教育 或從我們的想法 慢慢一步步的 去做改善 去做 變 這樣才會 就是 慢慢的 這個 目標前進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很幸運 我很幸運 我在葉利豬 我很幸運 我是在台獨聯盟工作 所以 我的工作跟我的理想是一致的 然後也可以維持 很基本的生活 我是覺得說 我們現在的社會 因為很多的廣告 很多的商業行為 它制約了很多年輕人的生活 比如說 那個 一年有很多的情人節 有很多的 那個 紀念日 就要送 就要吃飯 就要有 很多很多的節目 才能表示說 是 宋司這個人 你是對他有感情的 那我是 都吃這一套 所以 我是建議說 我是百分之百支持這樣的想法 但是 如果我們個人沒有辦法把生活 簡單化 然後還是被 現在的很多商業上的這些 廣告制約的話 那 其實是 一直會活在很矛盾的 那個 生活裡面 所以我是建議 我常常跟人家講 不要想留財產給兒女 不要想累積財富 因為這個 等到你時間到了 你什麼都帶不走 那善待身邊的每一個人 那為自己的理想 每天 勤奮的 這個算不算工作 我很難界定 就是做你想做的事 謝謝 謝謝 各位大家好 我叫Jay 那 本身是讀宗教系的 那 我覺得這個 今天的這個演講上面 他 他跟某一種 宗教上面的研究場面 來講他偏向於理想的部分 所以我想要 偏向 偏向什麼 J J 對 偏向 他的面向 我是覺得說 他 要怎麼講 他其實比較我們要去探討的是說 這個貨幣的制度 跟建立起來的狀況 以及 還有 關於這個貨幣 玩的馬西 是否是一直在 那種叫做 資源集中的某一些特定族群中 那當我們有能夠 理解這個狀況的情況下 也才能去把這個制度的典範 做一個基本的轉移 那再來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對於基本的 這個貨幣的制度 其實從 以前來看的話 都是屬於 以物易物的狀況 那貨幣的產生 他其實基本上的概念 是 叫做 物品的 叫做 替代 但是 當這種 資本主義開始 介入這個 貨幣的 攜帶方案的 手法的時候 再加上政府在某些機關上面 或者是說 當權或者 既得利益者的操弄之下 這個資源的分配開始 慢慢慢慢的 往 趨極於 M企劃 那這個 要講說要如何去讓這個 典範的轉移 其實還是要回歸到 一個教育上面 但是 很可惜的是說 現在的教育 並不是 讓我們 學會思考 而是反而 去叫做 死被 以及 叫做 洗腦 讓所有的思想 簡單化之後 就變得 是在 既得利益者的 操縫之下 那 很幸運的是說 現在開始大家 慢慢的 在社會運動上面 以及 我們現在的政府 做了一些 很乖章的事情上面 讓我們 開始在思考說 我們 在學校的教育中 是否 要一味的 去做接收 而不去做思考 那這是我比較想要去討論的地方 謝謝 我叫姚敏辰 那 我對那個 作業的話 那一部分 感受比較深刻 因為我 以前也 三二四也有在 行政院 然後 就是看到這些 警察 他們嚇得了手 因為我也不知道 警察會做得下這種事情 我了解到說 他們是因為 可能為了溫飽 可能為了養家 然後 必須服從長官的命令 然後 他們就是可能 等著 可能就是沒有工作 那我非常了解這個 就是我非常了解這個狀況 所以他們為什麼能 做得下手 就是必須完全去服從 那個工作的行程 只是為了得到 他的那個 薪水 然後去養活他的家人 去過他的生活 去維持家計 這樣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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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 你剛開始講的時候 我原本要以為你是 你準備要說 你自己就是做檢查的 沒有 我不是 我 不要以身兼 OK 好 謝謝 謝謝 他是業務員 大家好,我叫做老麵 然後剛剛我們的影音人 其實不知不覺感覺好像是主講者 說鳳群山 他剛剛有提到說 今天應該不是因為鳳群山有名才來的 不好意思我就是 我實在是蠻佩服我們的前輩 那之前煩美女五段的時候 他就有給我們都很棒的觀念 然後那個 剛剛提到的對支持程度來講 是四 因為我們還需要很多的努力 然後剛剛有提到那個 生育權要放在最前面這一塊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們能夠打破現在金錢觀念 資本主義的一個一個 這麼不齒堂大職場的一個關鍵 因為環保運動現在已經抬頭了 我們大家的努力是有看到的 所以從這個當作一個突破點 我想過去是一個 一個 一個 能夠逆轉的一個突破點 對 然後 大概是如此 然後目前我們在金融內務區 我來自內務區金融的 然後 我們在禮拜公司裡面 也有在做類似這樣子的運作 然後另外我沒想到 原來 鳳之山是 台灣時代精神運動的成員是一樣 對 那我是希望我機會能夠再跟 我們前輩 能夠討論一下 謝謝 你現在是不是在做 是 理長 是嗎 對嗎 理長 說 對 不然 就算了 拿出 了 有 也OK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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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 也 是 有 是 有 有 有 好,來一趟 大家好,我是虎斑 不好意思,我剛來美國酒 所以不太有點到 是當播放反正平安 或是什麼樣的狀況 但是我剛進來到市場 我大致上聽到的 特別的那個先進 還有前輩的那個對話 對我來講 我本身在座有很多人 可能認識到我 我本身就是一個弱勢者 那弱勢者對金錢其實都很需要 但是從我小時候 到我求學畢業之後 從建基層的作業員 然後改變到 整個產業外移 然後別人到工地打工 做打工、做出工 然後一直融入到街頭上生活 然後成為 經過馬小新協會的那個 幫忙跟扶持 到現在我成為一個 街友導覽 這整個過程中間 從最基本的一般的 跟大家工作一模一樣的生活方式 然後沼落到 一天只能拿八百多元 八百多元的工錢 那這樣的生活到底有沒有辦法成為說 最基本的溫飽 甚至留房租 整個最重要的問題 怎麼幹好 這樣 那任何況別說 有房貸 然後有家庭的人 還要養 養小朋友 養自己的父母親 一天幾排 這樣大概的話 發海報也是七百五到八百塊 然後做工地 做落屎 沒有家單費 到最後還 老闆還要給你 工頭還要給你全面扣心血 到整個工錢 都不給你的狀態之下 你這樣可以過得火嗎 我先反問大家 就是說 當大家在理論上 談所謂的基本主義 整個畫面主義 整個重要的理論的時候 有沒有回想到 我們自己本身所過的生活是怎麼樣 不好意思 我展開鼓 我希望把我的地獄 跟大家分享 謝謝 大家好 我叫蕭瑤 然後我是 實在精神運動 台灣北區的 算是參與者之一 然後我們現在有一群 一小撮人 也是實在精神運動 北區裡面的騰棟 我們成立了一個聖盤 叫做未來實驗室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Google一下 或是 可以做個我們商調聖盤 那我們現在呢 連著上 我們已經有點懶得在 好 不能說嗎 就是之前我們也會 跟很多人去講實在精神的事情 但是後來大家都問 然後咧 可以做什麼 那事實上 因為這是一個很冗長的 一段 一個努力的過程 所以的話 我們在選舉裡面 我們不要再說 我們就直接做了 那如果有興趣 大家想要知道 今天要實現一個 資源基礎型的進進 的世界的話 歡迎來跟我們一起去 謝謝 大家好 我叫蕭瑤 然後 對於這個 裡面我是人 但是我覺得實際層面 有很多 沒辦法達成對 然後 給的分數 可能就是 其實我覺得 要把這個回歸到原始 的生活方式 其實不只是它 嗯 是一些國家的 某些地方都有這種 生活方式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 時代精神 它所要提的就是說 制度面跟科技 去改變 現代的 溫的生活方式 變成它的樣子 我覺得 在現今的資本主義的 這種 錢推動所有事情的 狀況下 我覺得 非常難達成 要很多努力 嗯 大概是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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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小胖好 那我給的支持度 大概是 三分左右 就是基本上 它的 呃 這些理念 和它想要達成的目標 都自首 我都是認為是 呃 正確方向下 可是 對於說要達成這些目標的 預設的前提 的社會條件 還有說 判斷我們現在 資本主義 主要的問題來源的 一些背景 那我覺得 稍微有一些 呃 就是怎麼造成這些問題的背景 稍微有一些不清楚 這樣子 所以說我可以進入 大概這三個 那我自己是 比較常在跟 討論 經濟問題 跟倫敏問題 如果對這兩個問題 有興趣的話 都很歡迎來找我聊天一下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叫Kovayash 我從中立過來 那就是 欸 我 實在進程這個東西 我大概兩三天前 我就接觸了 那就是 這段時間 就是我也會一直去 思考一些 它的到底 就是現在目前的社會狀況 對我們到底有什麼影響 然後像 這幾年 台灣不是爆發很多 食品安全的問題嗎 像說化劑嗎 他到後來那個地溝油啊 然後 我就會想說 那個為什麼少數幾個 就是 沒有道德的人 然後就會造成這麼大的危害 然後是不是很多其他 不知情也好 或者是知情也好的人 都變成他的狂犯這樣子 那我後來就在想說 欸 為什麼人 他如何去選擇說他 能夠去做對的事情 而不要受到其他事情的影響 所以 過來這個手冊可以借我一下 今天這本手冊啊 然後我看到 這邊這個參加群人 他這個是 那個馬斯洛的 需求生機率 他這上面 從下往上 就是一個人生存的 基本條件 然後他最下面就是生理 然後過來是安全 然後社交 尊重 還有自我實現 就是 你一個人 他一定要最先最基礎 要滿足他身體跟安全的需求 然後他才會有社交啊 還有互相尊重啊 然後他到最後 達到自我實現這個目標 也就是說 他如果基本的 身體需求 沒辦法滿足的時候 你要教他直接 跳到上面去 那是很困難的 除非他是神 他這個 讓我聯想到就是 像中國以前在 那個 勳子跟孟子 他不是說 認為說 一個認為人是性善 他一個認為人是性惡的嘛 那到底人是性惡還是性善 其實人都有可以做好吃的能力 可以做壞事的能力 那以我的看法 我會覺得說 如果一個人 他的生理跟安全的需求 沒辦法被滿足的時候 那他一定是先滿足自己的這些需求 才會想到其他人 那這個時候就會比較傾向跟性惡 那如果說 一個人的身體跟安全 他完全沒有這方面的煩惱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覺得說 那其實我還有很多 就是可以回饋這個社會的 那他就會想要去做一些 自我實現的一些事情 像是環保啊 或者是一些 做一些那個 永續地球流氓的事情 那這時候他就是性善 那其實有一些其他 其他的理論也跟這個有點相關 就拿部門設計來說好了 那大家知道部門設計 簡單講一下 部門設計就是 永續農業 跟一些解囊科技 他算是很多方面結合了一個整合科學 那部門設計他的 三個目標就是 他要照顧人 照顧地球 都非常多餘 那他認為這三個人 跟哪一個是最優先的 其實照顧人是最優先的 有時候會覺得奇怪 不是照顧地球是最優先 其實不是這樣子 因為像照顧人的話 其實就是最下面這個身體 跟安全的需求 你如果人沒有被照顧好的話 這些沒有被照顧好的人 他就不會想要去照顧地球 他也不會想要去分享多餘 所以他變成是有一個程序在那邊 所以變成說 我們一定要先把人照顧好 然後我們才有辦法去照顧這個地球 然後並且去分享每個人的多餘 像今天那個講義分享的也有那個 無條件基本工資 那無條件基本工資 他也是要為了要滿足每個人的基本需求 那如果說大家每個人基本需求 都要滿足了之後 我們就有能力去覺得說 我要做對的事情 去做對得起良心的事情 而不會說因為我生存需求 受到危險 然後變成說我要昧著良心 去做一些我不應該做的事情 對 對 那我想到這邊就到這次了 謝謝 謝謝 我叫Jorge 我就接著 我們剛剛說的就是 意識主委 然後 我們是農入口 但是 所以我所得結婚 是 正五婚 但是也付五婚 因為接下來 另外一計畫是 保暖師營運 這個理想非常的棒 所以我給大家提問 就是說 歷史主委的資料 但是也有可能當他黨完全相往就是保暖師營運 就是當原本被壓迫或者被剝削的這些眾人 當他解脫了或者不再被壓迫 說不定反而變成很弱 就是很弱 就是暴力 反而反過來就是變成多數的暴力 就是說到底這個理想實現是不是真的能如此弱的想像中 這就是理想 還是另外一種就是 這個位置 但是說 我們正負五婚 那 從這個現實面來說 剛剛從理想面 現實面來說的話 比如說 比如說 要節能 不要說 這個 這個 我們主張說 不要 不要 不要用那種核四 就是這種 還不安全 混過去 就是說這個 就是說 它的那個 背景 那個說 那個 散摔器 需要萬年以上 這個 但是 但是 透彩眼睛 我們現在 就在 用冷氣 真的要冷氣 沒辦法不用電 那 甚至就是說 有很多情況 是真的需要這樣子的用電嗎 我們現在的生活有沒有辦法 現實上面有沒有辦法去 從根本的生活上面 光教育沒有用 你們 在 不必是二十年以前 其實 學校並沒有冷氣 住家其實也很少冷氣 我是說 我們如果是往前看 台灣的 十三十年 二十二十年 那時候冷氣是 稀有的 就是說 但是現在 因為 相反的 就是 原學校 折不收到 這個 這個教育系統 也都變成 我說現實上面 可能 或許 就是說 評級太大 就說 到了這幾點 說不定 反而我們那個 突然間 能夠有 革命 革新的機會 但是 另外一方面的話 就是說 縱然我們現在 大家 都是 熱選的 有修養 但是 我們還是 沒辦法 就是 這個夏天 你有多少 我們有多少 機會能夠 我們 必遠 這個 限術的 這個 空間 跟 勇氣的 這個 然後 所以 限術裡面 再 再 發 進 大家好 我是 葡萁 所以 我會想說 就是 到底人生 我存在 第一道是 但是 我問同學 或是 同學家人 都會問 說 你怎麼想這麼多 這麼麻煩 對不對 那你活著活著 好好活著 比較重 可是我就會 想一些 比較要 摺詢的事情 然後 上大學之後 我又開始 接觸一些 就是 經濟學 然後 一些有名的 之後 才接觸到 實在競技運動 然後 看到實在競技運動之後 我就發現 欸 這東西好像就是 我一直在找的東西 然後 參與這兩年的期間 基本上 那個時候 我正 關注一些科技新聞 都會知道 基本上 整個世界的潮流 就是 也是 潮向 就是整個 比較 越來越 注重 就是綠色 然後 也 也比較符合 實在精神的 意識的組合 然後 不過我個人 目前 在實在精神裡面 不過我比較 沒有在追 因為 基本上 我是默默性 準備發過什麼 我個人 比較 想要 做的是 就是像 Google FB 或是 最近很夯的 共享經濟 就是 線上廚房軟體 Nailband 然後 和Uber 之類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未來社會 應該說社會的演變 是比較 慢的 也許不會是這麼激進的 也就是 可能50年到100年 這樣子慢慢的過 所以我認為 一般 就是直接跟 人們講 實在精神 常常會遇到一些 就是 比較重大的 賠擊 他們可能會讓 直接接受 所以我覺得就是 共享經濟是一個 人們都可以接受 就是 比較緩流的 像是 Uber 現在台北市每天都有 可能有 上千人 在用 使用Uber的服務 然後 Airband 就是 Airband 就是讓大家 可以把自己家裡的 公務給做出去 像這種服務 也是會讓人 就是 一下子會接受 這種 就是 這種觀念 所以我個人看法是 先從 就是 比較緩流的方面 就是從 共享經濟 然後人們就會慢慢 意識到 就是其實 金錢並 就是 不是那麼 重要的東西 所以才會慢慢進入 就是 未來比較更激進 就是更先進 就是更先進 看法是這樣 謝謝 大家好 我叫小方 然後 呃 我現在在上班 已經工作一陣子 然後我覺得 我今天看到這個議題 覺得 沒有 非常特別 所以哭了 因為我一直很討厭上班 可是 但是 你沒辦法 然後我覺得 呃 這個想法很好 就是 如果我比較年輕的時候 我覺得 非常理想 其實我一定會 衝過去 那種 但是因為我已經 就是 呃 有經過社會 一個畫的訓練之後 想法 現在比較實際 就是我覺得 因為我剛才看一下這本書 然後 大概翻一下 那我覺得 呃 現在來講 我覺得金錢 它 它其實是一個工具 它有意思 呃 它是因為被人類使用的方式 可能 呃 所以變成這樣 然後 呃 就是 我覺得 這 這 這裡面東西好像要做得很好 然後 就是 對於金融貨幣這個部分 呃 可能都是只有寫過好的 但是 呃 另外一些資源方面都寫過 那 可能 拿到人看到 可能會比較覺得 好像偏偏 面倒這樣子 是 就是比較 沒有那麼實際 啊 因為我們是寫 這樣我還不好 哈哈 哈哈 好 好 就是 我會覺得 呃 因為我在職場上 然後 我比較怕其實我覺得說 呃 因為現在社會 你要有一點改變都很難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 比如說 呃 從哪哪一個部分 然後先全做 能夠先 對現在的 社會有一點改變 然後真的實際去執行 那是可以慢慢變化 這個我覺得要實際 然後這個 這個 比較理想啊 我覺得他可能要走很久 那 我大概先講講 好 謝謝 謝謝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小唱一下 欸 我其實 在那個 很硬的業界也是 不知道為什麼 婚了一段時間 但我也真不知道 自己社會話 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就是如今還是這個樣子 哈哈 我也覺得很好吃 好 不好意思 請 不好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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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基本上 對於每一個工作 就是產業開幕 那我沒有 那我沒有 我也覺得說 什麼工作比較好 使用的話就會比較不好 就是說 那 那那工作 你可能比較喜歡 那 那你就去做 但是 那可能設備的需求會比較少 那你 那你既然那麼喜歡 那你就 接受那個 比較少的代役 那也是你的自己的形勢 那有的工作其實 可能是要冒生命危險 或者是會要流汗 或要等於大學生 他不會一起做那些觸工 那當然他知道一個比較多的薪水 那也是一個現實面對的問題 那我是覺得說 我喜歡做這個工作 那基本上我自己要 要能夠養活我自己 就是不要讓我自己 變成一個負擔這樣 就是說 如果說我喜歡做這個工作 卻要別人來負擔的生活 我自己來說 對於那個 他努力做工作的人 卻要去負擔別人的工作 有能力自己工作的工作 我現在是最非甘心的事情 不公平的情況 那就是說 我就是這樣 謝謝 我先打一下槍 大哥我非常同意你說 那個流血流汗的人 應該要 那個 得到高待遇 但是 實際上現在這個世界 完全不是這樣運作 就是 真的在解決問題的工程師 實際上得到的待遇 或者是華爾街那些 做對沖基金的人的五分之一 十分之一 就是 呃 現在這個世界 完全不是 造貢獻 對共同體的貢獻 來去做分配 完全不是 它不是造金錢 有時間的工程 對沖基金 在生產什麼東西 在生產錢 只有在生產錢而已 只有在生產別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我很同意啊 當然我也同時覺得說 那些辛苦 勞力 高危險的工作 其實有更適合的人 可以去做那個人的機器人 也不是人類 但是 但是 那些認真工作的人 應該要 他們實際生產 實際做出服務的人 他們應該 他們的貢獻 應該要被肯定 這件事情完全支持 但我最遺憾的事情 就是 其實這個世界 根本不是這樣做 完全不是 好 不好意思 小燈 請 就是一個工作 它有一個 有的是高風險 然後報酬 它有一個低風險 低報酬 就是說 那就是說 欸 你可能看到有很多人 賺很多錢 那你也有看到很多人 他做一支 不錯的節目 他就 破產 這個 這東西 說什麼對錯 我也很難不及 沒有 他們被紓困了 而且他們之後 還領到了 蓄額的獎金 真的不是這回事 世界完全不是這個樣子 大哥 你心裡面的世界 是一個有公道的世界 我也很嚇往這樣的世界 但這個世界根本不是這個樣子 就是讓我火大的地方 對 對 那就是說 整個東西都有 都有 全部要去改善 那我基本上 覺得說 我做這種名的工作 那就是說 這就是說 我不會是覺得 哪個工作的地方 都不差 這個是我不該的 好 大家好 我叫小高 我 對今天這個主題 給4點5分 4點5分是因為 其實我滿認同的 我很想給5分 但是 我們畢竟還是在 這個作業環境當中 都妥協 其實我為了生存 我還是 去做一些我平常 不太願意去做的事情 我被這個學位給 壓制下來 所以那1點5分就是 我還沒有做到的地方 譬如說 我前陣子很喜歡去參加 那個 不用前四季 就是把東西送給別人這樣 或是去拿別人送給我的東西 然後我太太跟他去參加 那個交換的 換入的活動 用交換的 我們換了一個禮拜的食物 都沒有花到錢這樣 但是我還是忍不住 想要去買一些東西 結果忽然就被我太太罵 我不是已經 我不是已經 不想要這樣欣賢 我們不是盡量 盡量讓自己的開支什麼的 都降到最低 然後 我只是換什麼需要的 不是想要的東西 可是我看到 我會想要的東西 我還是逃得出去買 所以那1點5分就是 我其實 還是有一些 快不出去的地方 那 不是你的錯 真的不是你的錯 真的不是你的錯 謝謝 那 我平常 我工作就是 無人之地這樣 我在上課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 一個時代先生 是你 然後放那個 維納斯計畫的 樂園會演變這樣 然後就真的 有學生跑過來 大部分學生都會睡神一遍 然後 就有一個學生跑過來說 老師 我跟你講 你在我放這影片之前 我已經看過了 我超感動 然後 還是有學生 有 然後我們這學生 會再關心這種事情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橫生 我第一次來 基本上 1到5分的話 其實超過3分 就算是 比較致辭 我覺得很好大家看到這個社會的問題 但是有一個重要的關鍵 就是看到問題 要找到解決問題的對質的方式 要有完整的架構 完整的配套 完整的類數 論述 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確實 其實就是 現實生活中 確實的問題 我有一個說法就是 銀行裡的數字 就是生態災難的指標 銀行裡有多少數字 就代表了我們生態 會有多少的災難 當這個數字一直上升的時候 不管搬來搬去 怎麼樣搬來搬去的時候 就指示了我們 這個生態的災難 是必然是會越來越嚴重的 基本上其實 貨幣的這個概念就是 一個工具 早期又可能 用東西換來換去 就可能要搬一大堆的東西 然後換一小部分的東西 太大的東西很難搬 所以說也 也爭出來 這個貨幣的工具 來運用 說實在 這個貨幣的這個制度 也造成 我們生態的災難 因為我們就可以 不需要存很多東西 只要存數字就好 這些數字都是用 把生態資源 去消耗生態資源 來轉換成這個 這個數字 貨幣這個數字 其實我有一個想法 目前我的看法是 貨幣大部分的貨幣是 我把它設定為 黑色的或是紅色的貨幣 所謂黑色的就是 不道德的取得 紅色的就是 甚至 建了血以後 然後取得 那個貨幣 就有所謂的血鑽石 鑽石為什麼是血的 就是又壓榨出來的 我把它貴類為 大部分的貨幣是 屬於黑色跟紅色 我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假設這個貨幣 是不可避免的 一個工具的時候 我們可以 是不是可以 創造一個 另外一種新的貨幣 當這種貨幣在流通的時候 這個整個社會的 整個社會的這個結構 就會跟著改變 我把它叫做 綠色的貨幣 這個綠色的貨幣 它的生成 它是整個成型 都是一個 有意義的一種方式 來成型 來運作的 可以請大家做參考 謝謝 哈囉大家好 我是葉宇宙 我本身工作 就業的內容 就是廣告 廣告其實就是 就是把 就是告訴別人 買他不需要的東西 這樣 然後我一定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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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驗那種 幸福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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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加上我接觸的 最多的廣告 所以 有些話都要經歷了 那你就會想 有什麼奇怪 每個人 想像說 就是因為他的 心目的是 因敗裂不同 造成不同的長相 我們就要 對每個人 理論上 就是完美 來的 因為他們要這麼好 我們就要把他們 想像 全力做完 比較好的 然後 然後搬在 好萊塢 心目的電訊片上面 然後 宣傳他們 讓大家都 變成 他們 所以 我是覺得 這個 對你的 謝謝 謝謝 各位好 我叫Colin 可以叫我哥 臉書 賣家的臉書 我是 最近剛接觸 這個 實在精神 這個東西 然後我對於這個 紀錄 是十度可以一份 但是 我對於他 成功的紀律 大概 打個 給他六成的 成功紀律 這麼高 然後 他 剛剛好 給他幾個都分出來 剩下 靠掉那四成 是我對人性的懷疑 因為 從 這個社會 從來都沒有變過 以前就有奴隸 現在也有奴隸 只是換了一個形式 以前有歧視 現在又有 性別歧視 只是換了一個形式 所以我覺得 社會可能 以後還是會一樣 我也肯定 可是 我覺得 就讓他一開始 同一個程度 所以給他過半個機會 謝謝 大家好 我是Albert阿佛 我是那個 史達基層 南區域的支持者 那我也是一樣 就是做自己 不喜歡做的工作 然後 就每個月都 就是每個月都 練他十足 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 就是 就歡迎大家 多了解 史達基層 不管是實體上 或是在網路上 因為網路上 真的非常非常多的資料 那當然 就是我們在講 比資源的基礎情形成績 它是一個最終目標 但是 那個概念之後 然後再接觸其他 不管是共享 或者是禮物經濟 那些東西 都能 都能讓你也收益了 也能施直 能改變你自己的 什麼方式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正宇 那我就分享 一句話 和一個比喻 和一個情境 就是 實在的精神有一句話 是我在裡面 看到很感動的是說 呃 我想要 我不想要保護我們的家人 環境還有動物 我想要創造的是 一個 不需要我們來保護 就是我們不需要保護的家人 環境來動 就是讓他們可以 自己生存得很好 那我們就可以想一下 到底是現在這個社會 比較可能達成這個目標 還是 超像那個社會 會比較可能達成這個目標 那這是我當初看到一個人 那我敢說一句話 那一個比喻就是說 比如說你在路上 然後看到一個大人 然後結果他還穿著 一個很緊的 一個小嬰兒的衣服 然後你就去問他 為什麼 然後你就會說 喔我小時候就這樣穿 啊我小時候穿得多 很溫暖 然後沒有穿 然後長大了 怎麼都沒有換衣服 那你就可以 如果 這邊評判那個資本土育 會讓你本身不對勁 那你就可以想這樣說是 資本土育其實是過時了 沒錯他以前對人 也或許有很多貢獻 然後現在或許 勉強還可以運作 但是以後呢 如果人類再繼續成長下去 他真的可以 再符合人類 真的可以讓人類繼續保暖 可以讓人家穿著舒服 真的可以思考 那另一個情境就是 比如說我們想像 十六世紀前 乾隆皇帝要下江南 然後他終於就是 不甘耐煩 就不想要長出拔射一點 因為他可以去江南 所以他就廣召天下門等 就是說 一百萬兩 然後 徵求可以一天之內 可以往返江南 和北京的交通工具 可能你想像 就算他與國 他財產全部付出去 然後徵求 你覺得他有可能 就是真的完成嗎 那沒有嘛 就是他的技術不到 可能想像 像我們現在這種普通人 隨便付了一兩萬塊 就可以集票 隨便很容易 一天之內就可以來回北京 跟江南 那這就是我們 站在錢人的肩膀上 那 有人會懷疑說 這樣的社會 不是很多人就不饒了禍嗎 那我們想想 我們是不是 就在很多錢人的肩膀上 我們做 我們想收到很多 FAN PO 其實也是不饒了禍 而且我們就是 受到科技的那個批印的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就 我抽到生分享 可是 那天我可以分享 然後 我是一件東法的系的 我覺得 就剛才講那個 就是把社會的問題 商品化 優劣化 我覺得這個 就是很有感 就是 就是律師啊 就是 離婚啊 然後 財產啊 遺產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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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出眾我們才有工作 這種 就是 會反省這些就是 一直就是 唯恐天下不斷 就是 就是我覺得 這個就是很值得反省 然後還有 我有想到社會企業 這種東西 就是他評價也是蠻了解 就是 然後有些工業設計也是 就是 就是 就是很多都是 製造問題 然後我們製造問題 然後事後去決定它 例如那個 我之前看過一個垃圾桶 就是 為了好回收 所以在旁邊用一個雜草 讓阿嬤或是回收的人可以直接選 但是我覺得這個 我們一開始 為什麼要製造這個垃圾 為什麼要製造保測品 我沒有去想這個根源的問題 只是想 要讓它比較好回收 雖然這個也是友善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 可能回到根源想 問題回到根源想 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創造一個麻煩 然後在 在石頭在那邊查聽 對啊 所以我 對這個 嗯 這個 制度 就是 邰京城這個 剛把這個 四分吧 剩下一分 就是要 帶我們去實踐 就是我覺得 今天 就是理想好 但是要怎麼實踐 這個是我們一起想 然後我想到可以分享 就是 之前 2011年的時候 有一個 Occupy Wall Street的活動 那時候我朋友 他們有發行 Occupy台北 就是 也有在 心意 那個 心意群那邊 就是包圍101 想要手牽手包圍101 你是我先有的 好像 好像 對對對 有點有 對 那時候本來就是一群人 然後我們後來有搞一個 愛交換 就是 不只是物品 然後打到物品也可以 就是 或是任何形式 說個故事 畫個畫 就是 彈首音樂 或是 然後可以換東西 或是物品 或是勞力 都可以 就是 不確定任何形式的交換 可是我覺得 生產體系其實 生產方式其實也是 交換的方式 但是 有時候可能是用 打鍊 就可以去推薦大家 可以去看 零五星的一本書 叫世界史的結構 他就是在講一個 交換體系的東西 對 我覺得這本書 還蠻好理解 就是 這個資本主題的 就是 一個後避史的 或是 交換體系的 第一次的概念 對 然後 所以我覺得剩下的可能就是 要我們平常生活中實踐 像我想到 最困難的人就是 吃的吧 就是我們平常都會吃肉 素食很難做到 因為 我們知道素食對季球好 但是我們 從小就養成習慣吃肉 所以這點可能就是最基本的 然後還有 用環保飯 剛剛要講 我們可不可以 大家重建以後 就不要用環保飯 不要用煮飯 就用環保飯 用糖塊之類的 就是一些 然後 或是 以物以物啊 我們可以成立社團 就是 Facebook的總社團 把不需要的東西 投上去 然後說你想要交換什麼 這樣子彼此交換 結果我們可以從 違心的開始做 然後慢慢的社區 各地就可以抵抗 這樣子 這是我的想法 謝謝 謝謝 因為大家都一直說到 要做什麼 其實 其實 我現在畫面停在那邊 一部分就是 因為這些事情 大家想一下 這些事情是不是都很適合 拿來做成公投的題目 比如說 那個 貨幣發行民主化 無條件基本收入 這些事情 其實都可以做成公投題目的 當然 那到時候呢 我其實是希望有朝一日啊 因為像瑞士他們 其實就已經在推特上公投了 就是 活生生在推 前兩點 的公投 瑞士是前兩個都要 所以就是 目前是我心目中的 No.1 他們 我覺得 這些事情 這個制度 看起來好像很激情 但 沒有那麼遠 我覺得沒有那麼遠 地球上 已經有人在認真思索 這件事情了 那我覺得 最重要的根基就是 我們現在有的東西叫做民主 那 我們把民主這件事情 給捍衛 有一天 權力抓在手上 然後 我們用自己的權力 來做出自己的決定 這是可能的事情 這不是 就是 我當然覺得 日常的生活時間 也非常重要 但是我覺得 有朝一日 有朝一日 我們要把這個東西 給 用 全國的 規模 用政治的方式 來落實 我覺得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下一個 不好意思 那 拜託我們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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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會覺得 那我給五分 這樣子 然後我知道實在精神 它是很讚 可是 可是我們還是必須要面對 就是對我們非常有善意的中間 所以 這真的是很大的問題 在挖 大家好 我是志剛 然後 要給幾分的話 這個問題我想先保留 因為 剛剛投影片的話 我還沒辦法做決定 我猜還有很多資料 在網路上 我可以去授權 那 所以 那我可能還需要很多的論述 去看說 大家怎麼 他的不必要跟你們 會議題怎麼去做連結 我才能給出分數 那也是這樣 謝謝 大家好 我姓林 關於分數的部分 首先是我覺得 我沒有辦法給分 是因為 今天的演講 並沒有講到任何實際的東西 所以說 我沒有辦法對我們存在的東西 給一個很好的分數 再來是說 在我今天聽的過程當中 原本是 可能 我嚴格講 我對你們的每一張 你們投影片 我都覺得你們裡面的內容有動 所以我聽到後來 我已經放棄說 我對你們講 我覺得哪裡有問題 我改一個方式是 我整體性的講 我覺得 在你們的今天的分享當中 我看到了哪些問題 首先 第一個是說 我覺得 在你們的提倡的理念當中 你們其實 很強加的 你們屬於你們自己的價值觀 包含道德觀念 或者是對於事物的觀念 你們非常強加說 認為應該要做這樣的觀念 別人這樣做是不對的 這樣對於自由的剝奪 是我不可以認同的 所以說你們很多 對於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樣做 其實是先有這樣的一個 強加的觀念在裡面 再來就是說 你們在中間的 影片的推論當中 你們很喜歡 對不起 我還以為你會接著說意思 所以我沒有 我可以請問一下 是比方說 什麼事情 強加的什麼觀念 好 比方說我來舉一個例子 在你前面提到說 保家衛國錢 可不可以是一個因素 首先是 如果你認為對一個國家做貢獻 你想要保家衛國 他嚴格講 我也可以講說 我現在做的每件事情 我來當waiter 我來當老師 我做的每件事情 都一樣是為我 為國家做貢獻 那同樣對國家做貢獻 為什麼錢這個另外一個因素 不是只有一個因素可以討論 那錢他只是考慮的其中一個因素 那為什麼錢多錢少 不可以是一個討論的因素呢 你就 在你的推論當中 我就很明白的講說 當你當警察的時候 因為保家衛國這個高尚的道德理由 然後你說 如果談到錢的話 是一個腐敗性的 的初衷 我認為你太過於把事情簡化 這樣是一個很 沒有邏輯性 或者是說 太過於直線式 而且這個直線沒有很好的道理的 一個推測 那比方說 假設我這個人 就是比較不會做數學系的思考 我沒辦法當一個很好的工程師 可是我也要 對我的國家做貢獻 那你拿不成就說 我一定要非得去做 你所認為高尚的工作 才是對這個國家比較好嗎 那假設今天當軍人 的確因為生命的威脅 還給比較好的配 那我跟他說 我覺得我 我的身體適合去當軍人 然後我拿比較好的薪水 對我的發展比較好啊 那假設我今天身體就是不好 那我一定要 對國家做貢獻的時候 我為什麼不能去做 對我而言 我可以拿到比較好的配的工程師呢 所以 金錢的高低或什麼 這些東西 絕對都是相對的 那你的論述裡面 你就很強加了某一些 你覺得 你自己的價值觀在裡面 而且你的價值觀 太過於狹隘 太過於直線 也 對於多元 或是社會的各種 複雜現象 並沒有包含在裡面 所以如果 如果你光是這一點 你需要一個例子的話 我就拿你投影片 什麼例子告訴我 可以嗎 你說軍隊的事情嗎 是 可是軍隊因為我自己 意識裡面 我在主張的事情 跟你在說起來好像有點落差 所以我試著 我試著同步一下 因為我想要說的事情是 理分上來講 我們軍隊這件事情 是為了國家安全而存在的 對不對 但是當他變成職業的時候 去同軍的人 會搞不清楚自己到底 是為了錢 還是為了國家安全 所以我不是在貶低這個職業 我是在說 當人們做這些職涯規劃 或是當人們在理解 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當那些連長每天在帶兵 然後在老實說虛應故事 老實說就是這樣子 那時候 他不知道自己在做 不太確定自己 到底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而 我不知道 你沒有跟軍隊的人接觸過嗎 對不起 那我應該連第二個點一起講 因為你的鬥是連在一起的 你們都有很多系統性的問題 首先是說 所以我剛剛第二點要講的是說 在你們的推論邏輯裡面 你們很習慣的把事情都推 你們舉一個例子 然後想要把它推到一個單一因素 然後認為這個單一因素有問題 所以說你說這個事情不對 你們很喜歡用這樣的三步 或四步的推論方式 那其實 這樣的例子裡面 我就可以直接講說 你們這樣就好 就來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今天吃辣 辣吃多了 如果覺得壞掉了 甚至會死亡 所以辣這個東西是不好的 那你們當用單一因素討論的時候 你們在你們的討論深度裡面 完全看不到系統性的討論 沒有 關於那個金錢交易 是不是會腐蝕事物的本質 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大家 直接有機會的話 看Michael Sandel的演講 以及他的書 好不好 他絕對沒有跟你講說 有錢這個東西 絕對會腐蝕 沒有沒有沒有 我剛剛在講的事情 也沒有到水的地瓜 我剛剛是在說 我們把這些事情 變成是工作 當那些人看起來 像是傭兵的時候 結果 那些工作的內容 那些工作的內涵 會不會被扭曲 Michael Sandel 講這件事情 講得非常的嚴肅 就是 他也包括國防在內 也是他在討論的問題 那 我覺得有機會的話 其實可以看一下 應該這樣講 就是因為我是怕 剛剛問大家的時間 所以我盡量不要跟你 就個案都討論 不然這樣會變成 我們兩個的辯論 所以說 我只能說盡量的 我把你說的問題 盡量統整在形象 那我盡量避免說 當作大家誰變成 我們兩個的辯論 那 所以我也只是 跟大家直接分享一下 資訊就是 我覺得 討論這件事情 就是關於金錢 腐蝕事物的本質 金錢交易會不會 腐蝕事物本質 這件事情 我覺得Michael Sandel的 討論 蠻嚴肅 蠻細緻的 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看 我剛剛講到的是說 首先是 你們沒有 系統性結構性的討論 你們的利潤 這次 在這張投影 這次的分享裡面 你們還都是 用單因素在看 所以你們提一個 藝術的不好點 當作你們的論點 一個不好的點 當作你們的論點 但是 整個現象 都不是只有單因因素 可以這樣子看的 所以簡單來說 你們沒有 系統性結構性的討論 而這已經是 最基本的要求了 再來就是說 在你們提倡這些論點的時候 如果你們真的覺得 現在的系統不好 比方說你們認為 現在的經濟學 是很有問題的 你們認為現在的社會學 是很有問題的 那可不可以 不要再停留在打高空 只是概念性的討論 特別是像今天 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你們能不能夠 定性的 定量的 實證性的 好好的 來把這些問題講清楚 不要再只是講概念了 比方說 什麼叫做實證性 你們今天提到 無條件基本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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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在全世界的歷史上 它的確實行的次數很少 但還是有的 有中途實行到一半 是停掉的 有的中途實行半失敗的 或者是到現在 又有國家想要來試試看的 那如果你們真的想談 那就把這些 實證性的資料拿出來啊 那講給我們聽 有的是不知道的人 有的是有疑問的人 有的是反對的人 而不是說 只是今天來講說 喔我其實覺得 這樣的理念很好 因為大家不要 唉唷受眾的話 就可以往人性 好的方面去發展 不要再停留在 只是打高空的概念 你就是正面的去交鋒 如果你們剛剛講過 你們今天提到很多 彭林輝老師的話 那彭林輝老師 他就看不上經濟學 他就自己跳下來做啊 他要不要跟他比戰 或是比戰到什麼程度 是一回事 跳下來做啊 那你們覺得 我們現在特別是 你們想要講破壁 講什麼 那就是經濟學 那你們可不可以好好的用 如果你認同科學的話 你認同定性分析 認同定量分析的話 來做論文啊 好好的接受我們目前 現在現有的知識體系 而不是把它當文學一樣 來講故事啊 這樣沒有辦法做出 一個很好的實證model 特別是你們要做 一個這麼大的 整個社會性的改革 這簡單一點 跟當初共產主義 是要做大的 整個世界的改變 沒什麼不一樣的 對不對 這不是文學 這是很嚴肅的事情 大家可以好好的做 所以說 最後一句話就是 請你 我 了解這個東西 然後也很有興趣 一直追蹤到現在 但是這也是我所看到的 最大理論 就是 我所看到的 為什麼我今天不能給分 因為我還是沒有看到 SOLID的東西 那你們翻譯的影片 翻譯了什麼 那是一下idea 可是 它可以 有numbers出來嗎 它可以去投論 我們跟現在的經濟學 的經濟學對打嗎 你可以打贏它嗎 除非你跟我講說 或是因為你完全否定 他們的價值 認為說那些就是一群 完全不拒絕跟你溝通的人 不然你們為什麼 不做這樣的事情 有更好的東西 利益 好 不好意思 我講到一段時間 謝謝 OK 大家好 我是Rido 就是Green In 然後我現在是學生 然後我會給這個 活動就是 母分析 因為在還沒有接觸的之前 我就是 可能看到社會現在就會很消極 然後縫定 批評 可是我也沒有個願景 所以就 我覺得這個活動 會讓憤慶跟文情 變成知識分子 就是如果 好聽的話 這樣子 然後 我想講的是 可是 就是雖然說 願景是五分 但是 操縱性來講 我覺得少了一些 煽動性的句子 但這當然是便宜 就像 可能像卡克斯 他可能會提出 就是階級鬥爭 然後大家就 哇很熱情 或者是 譬如說現在二十一世紀 日本人 他提出就是 喔 付稅要整首很高很高很高 然後大家聽說 對對對 很嗨很嗨這樣 所以這個 雖然三中性句子 很容易會聚人性 但這也是我惶恐的地方 因為這一定是要經歷一個 很長期 又很動盪的一個社會運動 也許流行也許流淚 所以這我也是喜歡他的地方 就是 他不是真的提出一個 鋼槍有力的句子 他是與時俱進的 他可能今天某個法案 無條件基本上 某個國家 他出現了 欸 開始的地方響應了 或是某個部落 什麼 雨菜共生 或是自己的電力網 嗯 足夠了 然後大家欸 宣傳好了這些 大家的想法之後 就一起呼應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種 有點像 潛水艇 或是圍起 他是突然冒出來的 他不再是像起 有規則 你一定要做什麼 一定要做什麼 我覺得那就留給 嗯 也許是教條式的那種 激進派粉絲 才會遵循的道路 那我還蠻喜歡這樣的方式 如果哪天 就是有個台灣某個地區 開始 有土地 開始在做一些雨菜共生的話 我可能就大包小包 提著我的心理 去來這邊實習 這樣 謝謝 謝謝 我只是一個過客 所以我不想說我的名字 那 嗯 我覺得 就我今天來聽這個 這個分享 很快 但其實我之前也要接觸 嗯 不過我覺得他沒有辦法 說服我 就是他有點作弊 因為 他嘛 就是你其實把世界 講得很美好 我也很想要亮的世界 我也很想要每個人 都可以有基本的收入 但是 就是 作弊嘛 因為你去街上隨便 抓一個人出來 你跟他講說 你 我給你一個條件收入 然後我們 不要用金錢去衡量 我們的人生 每一個人一定都會同意 但是 這就是整幾點 因為 前面所有的人提到的 就是 為什麼 實作性不佳 為什麼不能實現 那 大家就說 這件事情太難了 這件事情太理想了 我們 沒辦法實現 那 會不會最根本的問題 就是我們人類 根本就會想要這樣 就是 我們 害怕平等 就是 就是我們害怕 我們每一個人都一樣 所以 對 好 這就是我提出的一個 疑問 但或許 在 就之後很多資料 也會寫到這個 五分的問題 所以我還可以去再看一下 你們的 文章 就是看會不會 會不會有東西可以解決的問題 那就 大家好 我是鄭修 我也是第一次來參加 那 其實因為剛好 剛好想到類似的問題 然後 然後就知道 有著我 在探討這些事情 所以來 那 我應該 有點難給分 就是 我覺得就 對 我其實跟剛才這位 有 一樣的疑惑 就是 我可能剛才是 到現在都還是隱言 最後沒有聽到 那 所以我 也 我也不太能就 內容 給太多分 因為我 來以前 有先把 就是 就看你寫的文章 看過 或什麼 那我覺得 目前聽下來沒有差太多 所以我蠻想再提到 多一點 比較深入的內容 對 那 然後我想要提兩個問題 就是 一個是關於 產業自動化 還有就是 科技發展 這個部分 那因為 這個 理想上的實踐 它需要 在科技上面 能夠完全取代 人類工作的生產力 那 應該說 至少讓 人類可以 不需要為著 溫飽 或者是 不需要為著 生存 而需要 就是 付出他的勞力 做這件事情 他可以用 他工作 他可以給工作 另外一個定義 那這個 這個 你們的論點 它建基在 科技的發展上面 那 我有一個疑問 是 因為從 可能從 科學革命以來 那很多 就是 科技的 科學的發展 以及科技的發展 它很大的程度 仰賴國家 以及 企業私人的資本 所以 我想了解說 在 走到 那個 什麼 Singularity的 那個時候 或者是 在走到了 機器人 可以取代 所有 人類生產 溫飽生產力 的時候 請問 它的 Sustainability 是什麼 就是 它如何 在 不是有 私人 跟國家資本 的支持下 人能夠讓 這樣的科技 繼續發展 以支持 未來當人類 繼續 繁衍了更多 或者是更多的發展 的時候 這件事情 能夠持續下去 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 是 因為 剛剛有提到 瑞士 有在 慢慢的 往這個方向發展 我想問的是 全球化的 不是 全球化的 對不起 這件事情 如何推廣到全球 就是 因為 以現在全球 各地區的發展 它是有差異的 可能 在歐洲 那它已經是一個 算 在科技 或是 在 serialization 都是高度發展的 狀況下 但是如果今天 你到 你可能到 中非的一些國家裡面 那它可能還在 站在的狀態 或者是什麼 那當這些 有落差的時候 如何去 就是在實踐上面 會如何去 打得上仗 如何去推廣 這樣子的裡面 那在各地區的發展 人能 人不平均的時候 那因為 現在 貨幣是 就是 它其實 第一個全球的 資本的 體系 那 怎麼避免 有一些地方 已經跳脫這個 體系的時候 當其他地方 可能還在這個 體系裡面的時候 如何避免傷害 那另外 同樣類型的 一個問題是 那 不是所有的國家 都是民主國家 那 如果今天 有別人 就是 我覺得有一個 假設是 別人不會 來侵略你 那 如果今天 就是會有人 他就是想 如果就是在 這樣子的狀態下 他是想侵略的時候 這樣子的體系 是不是能夠維持 對 或者是 他是一個資源的 那個侵略是一個 資源的掠奪者 因為這樣看起來 資源是共享的 但是如果有 資源的掠奪者 出現的時候 該怎麼辦 我的問題 到底是怎樣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總統 欸 其實我覺得 應該還有很多精采的 能力在後面 所以我就先把時間 留給強制 大家好 我是Joy 我剛剛聽了一 聽了一輪以後 我一直在想我之前做的事 因為其實 很期待今天運動 我也追蹤了一陣子 其實我 我自己是給五分的 那我們其實開始 因為其實 很多議題 大家都會關心 大家都沒有解決的方法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運動 我會支持 是因為我看到一個解決的方法 當然他 他不是萬靈單 當然 就算這東西 真的在世界上落實 還是會有別的問題 只是說 現在就剛剛看到很多問題 你就會follow他的一些根源 你會發現到其實他扣在一起 很多其實就跟整個 整個體制有關係 尤其是這個在金錢上的體制 有很大的相關 所以其實我會 除了在follow之外 我會適合跟我身邊的 親朋好友問 我會想要 了解一下家人 知道的時候 這個 時代精神運動 他們看不上 那我覺得很有趣 剛剛我這樣聽 聽大家 因為有些人可能 有在follow一些人 不是疑似地方 那大家又 今天又是遊戲規則 是要跟他們說 所以嘛 我分享一下 我跟我親姊姊說 這個 我那次跟他談 我才是基本收入的東西 他這個 我回應是不可能的 我說 其實我覺得 今天這個場合 一點都不寫教 完全不寫教啊 因為如果是宗教 會給我宗教分數 你會 如果我是個基督徒的話 我會說 你支持嗎 那五分那樣 不會嘛 他一定是說我相信嘛 對 可是我們今天這個場合是 大家大部分分數 也有五分的 但是也有說 他覺得不可能 可是你今天 你先問大家 問題是你知不知情 那我覺得很有趣 大家會說我支持 可是我只給多少分 因為我覺得很可惜 可是我們在談宗教和信仰的時候 我們不會這樣 我不會說 我是佛教徒 然後我 可是我覺得被相信欸 我只給 因為我覺得 我應該不會去西方 所以我給他一點水 你不會吧 我覺得是 我在看我身邊認識的人 在談那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 大家會覺得很理想 去乎飄飄會看著落實 可是其實 我只是單純問你說 你知不支持 就 大家就會 必須要 觀察周遭環境說 欸 好像這個東西 現在好像是 像空氣飄在空中 沒有辦法看到 所以大家覺得 都支持 大家這個支持 是看說 有沒有可惜的信仰 如果我們不會 在宗教上 我們不會這樣看 因為從來沒有人 從天堂回來過啊 也沒有人說 欸我去西方 真的有個地方 大家都會很相信 我姐會 不相信 實在是能運動 因為她覺得不可能 可是她會說 她死的話去西方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所以呢 我覺得 這根本不是 寫教 但或許 我們可以 往那個方向去 我說真的 我說真的 因為 你看 宗教的支持的人 他可以就是 完全讓他相信 可是我們在推廣一個 可能有可惜的 而且實際上 實際上你在做一些實驗的事情 大家卻會說 不可能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啊 然後另外一個意見是 欸 也的確她 因為我覺得知道的人少 現在就是太少人知道 所以大家會覺得很不可惜 或許就跟宗教一樣 越多人知道 越多人了解 越多人覺得好 因為 剛剛聽音聞下來 我好像只有聽到一個人 他自己打分數是基於他自己的 其實我是很想試著 下次回家之後 問我家人說 你覺得不可惜 那關於你 我不要問其他人 你自己的 就是 其實大家看事情的時候 常常會先看別人 先看別人 那 大家都沒來做就覺得 嗯 那我比較好了 可是比較少人會是 看說 欸這個東西我支持 那我也 我可以做到幾分 我可能沒辦法做到五分 那我可以做到十點五分 或是 比較少人會即將看 發現 剛剛這樣一文下來一次 對 所以 或許我應該回去問我爸 因為我上次問我爸 他是說 因為人性是 他說 人性就是 懶惰嘛 所以 如果我條件基本收入 如果落實以後 當然就不會工作 或許我下次 應該要問看看 看看你 如果今天真的是 有錢給你 你會 就是 懶惰又不工作嗎 其實 哪邊啊 是 瑞士嗎 那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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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其實有做過一個民調 就是 很 教育的事情 就是 他問大家兩個 他那個民調就是這樣 他說問你兩個 一個是 問你說 你覺得是不是別人都會 大家都開始懶惰 不工作不順暢 互相見收入的話 他說 對我覺得會這樣 他說 他問你之前 我覺得我還是會去找事情做 因為 你覺得很不一樣 其實就很矛盾 就是 你會把那個負面的 覺得都是 別人會沒有做 大家會投射到 那時候你自己 你會覺得其實你不會這樣 就其實 我是覺得這樣還蠻有趣的 其實今天我原本還想要 拿這個問題來捉弄大家 後來就太敗的 很帥 想說 先叫大家 先去問說 覺得如果 無台人基本收入 如果大家 別人 這個社會大家 不會去就業的人去收之類 原本想要這樣問 但的確 我覺得人 不知道為什麼會什麼樣子 很可愛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建議 就是 因為我還是覺得 太少人知道這個東西 或許我們可以 仿效其他的 社會運動 或者是 文化運動的方式 這是因為 似乎大家都覺得 這不是一束口氣 那這東西 需要推一束口氣 有沒有可能就是辦 就是一些固定性的 裡面的固定性的一些活動 比如說 以防治綠工來講 也是十幾宅的 在台灣 從一開始很少人 很少人上街 到現在萬人上街 我一直是說 其實那是 一個累積的成果 那它是可以累積也是 因為它一直去 一直在做 我覺得可以仿效類似這樣 那你們是不是出去 不是超多的 謝謝 那我可以補問一下 因為剛剛 那剛剛你們 既然引到一個民調 說很吊詭嘛 那跟你們的投影片 就是 物調先進行收入以後 的典範 的一個配套 就是 勞動引上門匮乏 所以說 這算是你們的入社嗎 這是議員 那因為這個議員 比較單純一點 其實單純 這一條 單純是為了 因為我其實個人 根本就覺得 那些 基礎生產的 勞動環境 非常不人道 其實非常不適合人類 就是不管是農業也好 大家 這邊有去 實際在田裡面工作過的 可以取下手嗎 就是 不多啦 那個 不要說什麼田園風情 你真的自己下去 插個樣子 試試看 那真的 累了 不是開玩笑的累 就是 我覺得 就是 之所以會提這件事情 是 某種程度上 甚至是我覺得 這些東西 就不該人做 就不該讓人做 所以 對 的確我寫勞動上匯法 好像我預設這件事情 但我腦袋裡面 走的是這件事情 我腦袋裡面是覺得說 那些事情 不該 而且可能也不會有人 想要做的時候 那怎麼辦 就是 就你的異常 來講 人類工作就是 不應該做 對 就不應該讓 不適合人類做 人類不是做的最好 像開車 開車人類不是做的最好 像我 就出過兩隻車禍 我就不是一個 比 比Google Drive 更快 更好的 Google Drive 目前的駕駛記錄 其實它發生的車禍 都是 人類去撞的 都是這個樣子 其實都是我啦 其實很多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 有些工作 就是慢慢的 就是說 自動化這個東西 很有趣 不論你站在資本主義 你為了要減少 編輯成本 然後慢慢走上 Rewoo marginal cost 就是說 你盡量壓力 編輯成本 然後壓力生產成本 然後可以 也許可以換到什麼 這個資本主義的方向 或者是你站在左派 你要解放勞工 你要解放勞工 你要讓勞工有基本的 收入 讓他們可以 就是說 比如說 嗯 你不用為了生存 然後去低頭 其實這很有趣 就是你不論你站在哪 兩邊 兩邊都在做一樣的事情 而現在資本主義 其實現在的這個狀況來看 就是說 自動化已經是一個 擋不下來的東西 這已經不是你整個支持的問題 所以這個東西 一發生的時候 你會發現就是很多事情 人類的公共都會被取代掉 這已經不是說 我們現在 一起來推自動化 結婚的原因 不是 現在是資本主義他們為了要降低生存 他們已經一直在做 就是已經是未來預期 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那我們要怎麼去面對解決它 其實現在要討論 就是這個東西 那你說勞動上廢話 是講的最簡單的 稍子化 先聽到稍子化 這句話 這個已經有夠多數據 可以證明這個東西 這我又可以提 比如說這已經是 你可以被預期 而且是也正在發生 但是稍子化 如果你把自動化這個因素 也放進去的話 痾 要詳細的數據去考量 沒有錯 那我現在手邊沒有 但是這也許是一個解決的方法 就是這稍子化 全部都是問題 這樣子 大家好 我現在我想講問一下 剛剛那老師講的 自動化 不是自動化的事情 我要確定舉例 說我現在做的地方 旁邊就有很多人是家 那個家庭式的工廠 他做一些完全 不是所謂的自動化 就是純手工的 都被身上穿著衣服 還有所謂的一些 所謂的很基本的 你要怎麼去去加他 你是計畫可以做得了嗎 你做出來的那個 精細化做出來的品質 你能完全百分之一百保證嗎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整個 整個市面上 都還有一些所謂的純手工 這我想請請就好是 你對這一點有什麼看法 還有少子化的問題 我是反對說 跟這種話有 有什麼所謂的關聯 因為少子化是 我們人類自己本身 他願不願意去 跟進一步的去工作 但這種話其實是 沒有任何關聯的 好 謝謝 普派真不用叫老師 認識那麼久了 嚇死了 可是這個問題 其實應該去問郭台銘 我說真的 當他的機器手臂 當初因為千分之三厘米的誤差 然後不上線 然後現在千分之三厘米的誤差 顯然已經修好了 所以他可以把機器手臂 送上產線去裝配 然後去取代掉那數以萬計的工人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 其實就是這問題怎麼會問我呢 這種話能夠做到的事情 比我們想像的更挺準 更有效率 而且關鍵是 關鍵是 如果可以選擇的話 真的很想要每天一直在做重複的事情嗎 我覺得絕大部分的人可能不會這樣 選擇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不是迫於生計的壓力的話 那部分人不會這樣選擇 就是 我認識很多人 他們 工作雖然是非常單調的工作 可是私底下聊天的時候 都 反正大家各有各的見解 各有各的創意 大家都很有趣 很多人的人 那他們就用這樣子 好好佛制就好了 幹嘛要去那邊裝機器 我也不知道 我說假裝自己是一個機器 所以 所以 這個問題應該要問郭台銘啦 而且就像 剛剛葉可說的 但是事情是已經在發生 而且勢必會 越演越烈 那其實 我反對 但是你是反對 你是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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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反對這樣做 還是說反對有這個趨勢 因為這個趨勢是 現實 不是人可以反對的事情 你知道嗎 就像是那個 我現在也可以反對 太陽是繞的 地球是繞為太陽的轉 我也可以反對這件事情 但是我的反對性 像一個笑話 那自動化這件事情 是個 現實 喔 所以 所以 所以我想要問 自動化 包括美國本身 啊 包括美國本身 他 每次都改了 改了 自動化 每家歐 歐中 就先 那這個你應該要去問 你要哪訓 對 他都改了 現在應該是卡在說 什麼是商品 商品就是可以複製 什麼是藝術品 藝術品就是 剛剛提到說手 手工製作 什麼是藝術 藝術就是手工製作 是不能複製的 那藝術品 當然有它的價值 那在RPE的理念裡面 RPE的落實就是一個 人文的藝術的一個 大名大方 這樣的事 因為更多人是在做 藝術的工作 那商品就是一個可以複製的 我想說 剛剛應該是卡在這 因為我們不可能 我們不需要去設想一個世界 是把現在人類在做的每件事情 全部都自動化的事情 不需要 不需要走到那個樣子 就是其實光只要那些 就是剛剛說的商品 那些我們基本生活所需的事情 才能夠自動化的話 其實我們生活的人 在忙什麼 不用忙 就是不用忙在做那些事情 我決定 我決定 然後 那個其實 不管我還是不知道說 你反對的是什麼事情 因為我不知道 你是反對自動 去把東西自動化 這個行為 嘛 就是如果是反對這件事情的話 那我想 可能我們還要再討論一下 那如果你是反對 你這個趨勢在的話 那我想說 這是 這是 為什麼我想要 我的小朋友 其實他很考慮的是 一些家 他們去靠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進去一個生存的資源 所以他有一個動力 會去動力 對 這就是今天 這就是今天在談的事情 這就是今天在談的事情 這就是今天在談的 就是 我現在要提出一個合言 就是說 你整個一些 基本的那樣的 場點 他自動化的下面 其實還有一些 場點是 被自動化 各位人 還有一些比較精緻的工具 能夠自動化做得出來 他們做到百分之一百的 準確 做到百分之一百的美國嗎 這個問題 我想 就是想要問大家 說 你有辦法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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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多個國家 可能是 世界整個自動化嗎 這個問題還是去問朋友 這個問題 我就是想要請 請問大家 大家 當學生的方式都變成自動化的時候 他的美觀度 藝術度 文化度 是不是很嚴重 有一個想要 想說 你意料 全部自動化 我覺得這個是 民主生 自然會有需求 要自動化 就自動化 如果是美觀的 或是你覺得手工藝品 那些無可取代 自然會無可取代 所以 不用我們不用去擔心這件事 我覺得是這樣 請問這部分 可不可以 我們另外再 搞個時間來 也就 好 我們可不可以繼續 看看 還沒有接賽 謝謝 大家好 我都很激烈 大家好 我叫做 今天會來 今天會來 就是對這個主題 我覺得它 恭喜我心中的 某些東西 那 可能在工作上 我也會覺得說 自己像個機器人 所以 常常就會想說 難道就這樣嗎 沒有什麼方式 也可以改變嗎 然後 我今天也會想 來聽聽看 有沒有一些 實際上 可以操作的 這個部分 謝謝 大家好 我是 來這裡 折五人 來幾次 一點 不是每次都來 可是一起鬧來 特別是我昨天參加 南港的展覽 自動化基金場 所以 今天來這裡 感覺得很多 反正我是抱著 看著你在網路上的 主題跟念文 抱著 百分之百希望 對不起 很百希望 我沒有失望 我沒有 我是希望 但是 今天我聽 主角者 講 這麼精彩 說實在 我有幸好 因為我學工科出身 我是從淳光出身 然後 我在學校教授 算是軍工教 今天也是十八八退球 但是人人喊 要打我 差我 可是我知道 我剛好去年 我是 偶退 六十歲馬 偶退 剛好投入三一八六 沒有差你們學 或者投入科幣這個 有很大的感觸 因為科幣剛開始 也是人家看不好他 可是 他就要有信心 只有藩種 就是 我參與 一年都來 新入歷程 我剛剛看了主持人 講那麼精彩 我想 是不是在講柏拉圖世界 柏拉圖世界 跟宗教理修一樣 這是政治理修 全世界大家都把柏拉圖 看著一個政治的圖臀 剛剛講的 邪教 邪宗教 改變中 改變不是邪宗教 是邪教育 因為教育 是政治家 要扭轉到洗腦 下一代的工具 那你的邪教改一次 要扭轉回來 我是在認定 只要超過五分以上 就要拚 過半就要拚到 我希望 今天來這裡 雖然不敢給你打 一百分 大家都打五十分 五十不即可 是要六十分 大概六十分到七十分 這樣你才有充幾頭前充 大概這邊老人家不多 可是跟老人家的洗腦很重要 我剛剛來之前 我會對你洗腦 現在大家被管 還洗腦 不過 因為其實已經夠了 要充 我是姓波 我在教育界 等於說 三四十年 不然一定老公 二十二趟 從我們家 回去之後退休 因為二十歲 就被趕下來 當成主電校團 都會被趕下來 為什麼 這是我們在做的 這是社會的柯成體制 還有黨 股體制造成 阿平沒有完全換轉 可是我相信一兩年 絕對換轉 還是很快的換轉 這個進步是 十六年到兩年用 八年一年就做到了 這是我的感覺 感受 所以你應該加油 因為你的運勢 我要做總統 不是你要做總統 因為我要做總統 你要嚇死我了 不是總統 總統是大家的 等於說 有思想 有信仰才有力量 有思想 像你一個思想家 你算是波拉圖斯的思想家 可是要有成為信仰 要有教育下一代 我這一代 是燒累的東西 對不對 什麼燒累的東西 沒有 就是不只教育下一代 教育上一代 但是坦坦講 我現在學臉書 你知道嗎 才學關聯 可是 網路上很多人 聘了他的關聯 我知道不老過啦 你上網路國文 不老過三個字 在路國 不要在臉書 我已經跳過臉書了 在網路上 不老過三個字 結果六條新聞出現好了 我本身也是在 因為我大哥是 基隆 政法國國電台 一萬共電台台 台長 所以我在媒體界 一邊交屬 一邊打工 一邊坐 媒體界 在中央監察 寫新聞 你知道嗎 你會做點外面 外面不清 那叫做諸詢行銷 現在大家都有 用新的名字 我們那時候叫公商記者 聽過沒有 中文報導的 有商品化的東西 所以我跟妳 為什麼有商品化 就是因為 原創作品 藝術品大家要 這個不止力出現 那可是生活要不動 藝術化變成科技本無人性 當藝術品變成商品 當然不會被資本家 拿一張圖地的工具 那結果不要 原創者 甚至原創者 就被改成了公 因為他做的東西 不搶起來 專程不在手臉 這是我的感觸 不能講太多 我記得下一場 怕肚子再來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喂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 看到這個 之前可能我好像有瞄到過 可是就沒有深度 接下來研究這個運動 然後 然後我今天是第一次 比較深入了解 實在精神運動 那 我有一點 就是一些比較是疑問 剛才那邊的主張 我可能是 三分左右 然後 就是這邊 我覺得你們的這個運動 跟好像以前我 看過一些 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一些 概念還其實還蠻相通的 那 比如說他們馬克思主義也講 商品禮拜五教 然後也講 比如說 廢除私有財產制 或者是 講說 異化勞動 我想請問就是說 那我們為什麼要 聽你們的 而不是直接去看馬克思主義 他們的就好了 或者是說 你們就是 會承認自己是 修正過的馬克思主義嗎 還是怎麼建立你們自己 這樣子 謝謝 我到這裏 歡迎大家直接給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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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 小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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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怎麼說 到底什麼叫思想 然後第二 批判思想 批判性思想 那你們批判的標準是什麼 所以這位先生才在講 你們把你們的價值 加在別人的身上 那你們的 你們這樣的那個 那個成立的標準在哪裡 你們這一個的 價值的 成立的那個意義 那個社存 那一個原理 那些東西到底是什麼 然後再過來 科學方法 請不要忘了 他跟另外三兩個概念是 相對的 一個就是人文方法 第二個就是社會方法 你們這邊在談科學方法 但是你面對的是社會 你面對的是人 你們如果用這個科學方法 所以後面那位先生他非常的害怕 將來真的變成全部都機械化 我們現在最 最 最 最耐益的 最 比較能夠想要反省的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就叫做科學主義 結果你們這邊不用科學主義 用科學方法 那比那個還糟糕 而最後 系統理論 一個概念 按一個概念 按一個概念 他們的連結之間的那個關係 我支持他的說法 完全找不到 完全找不到 謝謝受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 我姓文科學人叫做專注 然後 還小 然後我想講一些 像我今天來這裡的想法 就是 我昨天 就是想說我今天請假 然後早上就是 要玩 然後就是打2K 然後想說 我就剛好看到 那個陳士通 就是有這個 自信說 你不要工作行不行 然後想說 這個是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到現在才知道 就是 講這個 講這個 實在精神運動 那我就想說 如果說 我們撇開人 還是 你就是 生物的地方 生物就是 我們先不要說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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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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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負能量就是要接受教育 然後這種能量計表是要用科技 科技就是說我們能不能製造出一個 就是就像我們的本身 我們可以簡直觀測說這個人 他的正能量、負能量 他的溫暖率多少 然後用我們人去計算這個東西 然後就是用這個能量計表來說 以簡單兩個層面來講說 你正能量你能得到什麼東西 正能量就是要用工作去換取 用什麼去換取 然後如果說你負能量就必須 就是會有就是這個社會 就一定會有一種監討你的方法 會把你的負能量吸收走 想辦法幫你就是教訓的作用這樣子 然後想要講說就是貨幣 這是從秦始皇到現在 為什麼就是貨幣會變成這樣 這是人性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能用一種東西去換貨幣 而這個貨幣 這個東西是經由另外一套的人 就是用更科技、更自動化的方式 他不用經由人 他是經由一種 就是你講說雲端的作用這樣子 去換貨幣 然後就像這個 我們這個裡面提到一個要支援基礎型經濟 他裡面就講說科技化 科技化就是未來一定要走向科技化 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到那個工業4.0 工業4.0革命了 現在已經就是我聽前幾天的一個行銷了 他就是講說這就是用大數據時代 任何事情都要用大數據來說話 任何事情就是你就是用一個數據 你可以觀察人性 你可以用一種就是比較 就是你可以做到 就是就像我們對科學一樣 就是你可以對一個人 就是對他是三類 還是說他是白類 是一種就是 怎麼講就是一種 一種就是科技化 可以帶來我們的東西 但是科技來自於人性 人性來自於我們人 而我們人要怎麼做 才能做到 就像這個我們講的時代精神運動 然後這時代精神運動 我覺得是一種可行性 但是這種是要 就像大家講這種 與時共進 你一定要是用科技來代表 就是用科技來幫助我們 但是科技的另外層面又有負面能量 而這負面能量是一定會有 但是我們人要怎麼去 讓這個世界就是帶給地球更多正能量 要讓這個地球有更好的生存能量 讓這個地球能活著 而不是逃到火星什麼之類的 就是讓地球的正能量多過一副能量 就好像說大家之前常常的風之谷 如果說之後大家變成劍士、盜賊、法師 什麼之類的 就是你要對這個地球要有幫助 要正能量產生 一定會有大魔王、一定會有BOSS 我們要怎麼讓他一直在移住 而且就是讓他 沒辦法發揮他的一種 就是讓正能量 夠於負能量的這種感覺 我覺得這種就是 我覺得能量計 這個能量計表 是一種就是 我覺得就是對於人 就是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謝謝 而且 而且越來越想錢叫 大家好 我叫做 箭子 然後我現在在當兵 然後剛才放假就過來 這樣子 然後這次呢 我大概給三個 然後因為其實當兵的生活 大家就是 男生都知道這種目標 然後室友就會拉散一些東西 有提到類似的事情 就是 我們看就是想說 一個多方的社會啊 然後就是很開心這樣子 但是我們就有提到說 有些事情是 現在是需要轉變 然後才有可能變成那樣子的社會 然後我們也會想到類似 就是像現在剛剛提到的一些解決方法 當然沒有那麼 沒有這麼多專業物資 沒有那麼多社會 因為我們也比這麼厲害 對 那然後 後來我自己也覺得這些東西 都很 都很高吧 就是一個高概念這樣子 然後之後我就在想想想 然後我就想出一個 我大概 大概覺得的 結論吧 但是我覺得這個結論 又比這些東西還要殘忍 但我覺得 要有這個前提之下 這些東西才可以更順利 然後那時候我想到的答案就是 就是自然淘汰 自然淘汰 就是 因為科技化不可避免 那我覺得科技化不可避免的情況之下 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多出來的 一定會有多出來的人口 那這樣子的話 這些人口 就像以前農業社會需要很多人 工業社會時候大家意識到了 如果我生八個九個的話 我現在在這個社會之上 我養不起這麼多人 他們未來養不起自己 那如果說我們照這個邏輯 在往前推的話 從現在推到未來的話 那就變成人會越來越少 那我覺得 我覺得 就是減少那個人口 會是 會是到時候如果真的 真的如果有一天 變成這樣子的社會的話 會是一個 勢在必行的事情 對 那我覺得 沒有人心就 謝謝大家 而這件事情 不需要我們大家努力 因為資本主義會用戰爭和環境污染幫我們做到這件事情 不用花心思在這件事情上 哈囉 我叫我薇蘭 不以薇蘭的薇蘭 那我目前是學生 我現在就讀心理系 然後 我會覺得 我給三尊 然後會覺得說 他點出一個比較深層的問題 那那問題我覺得是 他比較不是表象 就是 可是 對於他的解決手動會比較好奇 那我之前也有接觸一些時代精神的文章 之類的 可是對這塊是 比較少在現實面去琢磨 像是關於現階段的人 他已經人格養成了 那 對於他接受一個新事物 新的價值觀 他會如何去 改變自己 那另外一個是 關於他的安全感吧 就會覺得 他未來可能的感覺是 不可預期 就像 可能我家人 他目前已經退休了 那他在退休的狀態 他其實 他過去沒有找到他想做的事情 所以他現在其實就是在家裡放鬆 然後做著休閒的事情 他沒有一個職業 所以當他被 放 放 不能說放 放 他被解放出去以後 他會有點沒有目的 對現在的人來說 那對下一代的人來說 可能會用教育行事或什麼 重新培養那是還好 可是我是在現階段的改變 我最後會結論就是一種 可能是 不見觀察的比較累吧 當碰到這些事情以後 有那個風向 然後再做這些事情 感覺會比較 會比較完整 就是 不管是實地上面 或者是大家支持你 也就是 謝謝 完全同意 而且我 完全同意 而且我相信 就是 需要的轉捩點 其實蠻快就有在發生了 我說不管是 金融上面的危機 就是這個體系的 內在的崩潰 環境的崩潰 已經快要發生了 所以我覺得就大家 洗好脖子準備吧 在這邊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發現 也許我們是不是應該 以後不要先發那個冊子 因為我注意到 所有的人都在看那個冊子 這一點我還覺得蠻 蠻頭大的 因為其實我個人 我自己同時是 台灣自由東博學聯的理事長 我們辦理隊的時候 一個基本原則 就是我們活動裡面 不會有任何紙本的資料 為什麼 因為大家就會底下過來看 紙本的資料 人就是 人就是這種事 對 這一部分的人性好不好 我們承認的人性好不好 可以嗎 那 好 就是 對於那個 手冊 也許我們以後 應該要討論一下 但是 在這裡 我先跳出來 跟大家講一下 我自己個人的基本態度 我個人的態度 就是 大家看得出來 就是 我反正身為一個 男性異性戀 然後 一時 也不能說無語 也不能說無語 我們基本上來講的 也沒有什麼主產可以吃 可是因為一些 人生基於的關係 現在處於一個 六根清淨 四大接空的狀態 就是覺得 人生沒有什麼好追求的狀態 但我唯一覺得 有點困擾事情 就是我眼神在看著 就是 大家在說 這一套可行嗎 我其實 才真的很想說 欸 拜託你眼前 這一套可行嗎 就是 在資源消耗上 完全有污染上 人口區域的 政治緊張 軍事衝突的危機上 這一套可行嗎 我一點都不覺得可行啊 遲早 人類就會像剛剛 那位同學說的 就是 人類會 自己像魚鼠一樣 自動淘汰的 那 所以 就是 我 大家在問說 我對人心會不會太樂觀 或是這一套真的可不可行 其實 欸 我個人的態度 其實是呈現一個死豬 我怕滾水燙的態度 就是 我能做的 能講的 就是當然我有很多不足之處 我覺得 林先生剛剛說的事情 都是對的事情 當然 當然 有很多我實際閱讀的資料 我們拿 我沒有拿出來 跟大家直接 把那些很硬的東西 拿出來分享 所以 感覺起來 很像單純在說故事 但 我也並不是在 拖詞說 我如果拿出來就會夠掉 沒有 因為我 個人並不是 常年受經濟學 專業訓練的人 不是 所以我不會 有辦法像林先生那樣 做出來的 Style的東西 這我承認 那我覺得 我個人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但我覺得 也有一點點 可能可以 貢獻出來的地方 就是 我也不知道 就是 那 我覺得反正就是 我能做的事情 能做的 人類 最後要走到什麼路 真的是 人類自己去選 所以 嗯 你要問我人性善何 其實 我也 不慎 care 就是 反正大家走不下去的話 就走吧 走不下去的話 反正大家 就去死了 沒有 可是我真的已經 沒有什麼好追求的了 我人生當中 就是 所有的 就是 身為一個異性戀的男性 然後一個 地球人 你可以想像到的 所有的欲望 對我來講 我都已經滿足過了 真的 所以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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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大家 也很好 對不起 大家好 我叫張梅玉 那 我三二世那一天 我在行政院裡 那我大概五點多 最後才離開 我那一次是我見證 故意留那麼晚 我第一次從來不過夜 每次都會遊學回來 我常不會 那一次是特別留下來過夜 所以也見證歷史 然後當天 隔天晚上 幾些受傷的學生 留到那個 講台 是想要分享 當他被打的經過 然後種種的故事 還有那些 一些學校的 一些社團 在訪問我都在現場 那我剛剛看到這個 今天 我是今天被這個主題說 工作這個 工作不是工作 這樣子吸引過來的 那因為我有練一些哲學 那我常常在問 因為我有在跑社會運動 那我就常常問 人吃了吃飯睡覺以後 還剩下什麼 人吃了吃飯睡覺以後 還剩下什麼 那我也常常反思說 什麼樣的政治是世界進步的政治 什麼樣的社會是進步的社會 什麼樣的公民是進步的公民 這是我常常在反思 因為我看陰海光的數 所以我常常在反思這幾個問題 我也很想聽聽別人的想法 進步的社會 具備哪些條件 那我剛剛在看這個 無條件基本社會 我覺得我感受很深 我自己說 我自己說 會跑社會運動 我就是為這個運動 在做的 因為我覺得 人沒有 人力都很強 一定有弱勢 那我要問的是說 政府存在的目的是 照顧少數人還是多數人 我問的很多人 每個人都說 是照顧多數人嗎 可是 我要說的 政府在發真正 發發工程的那些 請問他 是在照顧少數人還是多數 其實我跟 我也肯定跟 那是在照顧少數人 因為弱勢他之一 所以弱勢 他就是根本不懂得自己去追求 那我要說的就是說 我這個系列政治方面 可以做挑戰可以是做的 像這個人的基本生活 我是覺得這樣 因為常常我每次都看到 那個風災的時候 那個農層實體 就是價格在呼高不低 那我一直覺得 這是不對的 政府應該是控制 讓人有吃的安全 基本的生活基礎是應該有的 這是政府存在的目的 如果說這個做不到 那是政府沒有存在的目的 能沒有那個價值 那這是人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這是教育的問題 剛剛在講到說這個什麼馬克思主 因為我沒有念那一部分的時候 我不敢說什麼 但是我要說的是說 我曾經聽過一個演講 一個王世榮先生分享一個 我覺得非常地棒 他就是講說 我們台灣的教育 缺乏一個哲學的教育 像我是50年代的學生 都沒有念過哲學 是這幾年代聽到有人在念哲學 可是我們這幾年代根本沒有 所以都不知道什麼是什麼 也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自己想從什麼是人 你應該生活在什麼樣的環境 根本不知道 根本活動沒有辦法去分辨這個思維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他剛剛那個學生有講這個 正能量負能量 因為我們那個學生都有講說 我們台灣教育 驅導一個東西叫地球 永續經營地球這個概念 我們沒有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才會從小到來 為什麼會公用污染 為什麼會污染 因為我們教育裡頭沒有公用 這就是 中國國民黨可惡 在這個文化思想這塊 他完全不給你 他就背那些歷史 有的沒有 背那些文言 我不知道要幹什麼 真的是沒有實際效應 你要愛護你身邊周遭的這個人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還有一個就是 解決紛爭的能力 我們台灣的教育沒有這一塊 這是很悲哀的 比如說你看 我戒指我的 你的也對 我的也可以 兩個都在這樣子 見著見著 就是我們從小到來 沒有這個說 解決紛爭的能力 這一塊沒有教育 在我們的學生時代 沒有做這一塊 那如果我剛剛講說一下 你正義分數呢 我覺得可行嗎 不是不行 是觀念偷了就行 觀念沒有偷了 什麼都不行 即使再簡單也不行 就是這樣 那我的看法就分享到這裡 那大家一起努力 謝謝 我鼓勵大家一定要參加 這樣的活動 帶領好朋友 這樣才能改變他的投票行為 那才有可惜 如果你不帶領了朋友來 我跟你講這也不行 因為人的觀念是要接觸那個 獎座那個獻賞遊行的那個 吸收能量才會講 我們個人跟他一個講 講了一百遍他還聽著問號 從頭到尾都是問號 那我覺得我們這個地方 我是現在好久沒來了 我久久會來一次 那我是鼓勵大家 已經要帶領朋友來 還有一個 地方 兩個地方 我常常跟人家分享的 一個就是英來關故居 跟一個就是正男容紀念館 對政治搞不清楚的人 這兩個地方 就繞了兩三圈 政治會比較清楚一點 該怎麼投票 然後我們的無條件 基本勝負 那是人類的基本需求 那有人說那會不會缺少這個競爭力那些 不會往上發展 不會 因為人都是會想會更好 只是讓你基礎點不用為了三三基礎點 那已經 人生如果每次生活都在生活基礎點 那是人類嗎 我覺得跟那個有點不是 不是很那個 嘿 這是我的分享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雅雅 那就是 我常來參加折舞的一些講座 那今天吸引我是這個主題 因為我自己默默在進行我個人的實驗 就是我可不可以不要工作 那所以給一到五分的話 其實我已經五年沒有工作了 所以應該可以給我一分 所以其實來自於我是不知道兩位 然後也不知道這個 什麼 時代精神運動 時代精神運動 對我是完全不知道 我是自己在做這樣子的人體實驗 對 那在這個之前我是在做社會服務 有做過精神障礙服務跟老人服務 但是很有趣的是我做精神障礙服務 是做精神障礙就業服務 就是跟今天的就業有非常大的相關 那我就一直會很自我矛盾 就是我要帶我服務的病友去一個 對他來講其實是不利的條件 而且我是做精神障礙 那大家知道其實我們的環境 對精神障礙是比較歧視的 那所以種種的一些東西 我自己很矛盾 因為我可以看到我的精神障礙的病友 他的確藉由工作去建立他的自我價值 甚至可以幫助他康復的更好 但是呢 他是做著這些清潔的工作 擦車的工作 我們不要做的工作 最有趣的是其實 大家看到其實像年輕人 都在做你們這些工作 哇 你不用去商店 今天實行的工作 那這邊所謂 以前說起來是比較沒有競爭理的 那但是現在其實是大家放了 也要去競爭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所以我就對工作就業這件事 產生了很多的疑問跟思考 然後後來我再做老人服務 大家知道說其實現在的社會工作 也脫離不了資本主義的一個架構想 所以我們社會工作也是要常常募還 所以我們也是要去易賣 我們也是要去賣東西 我們是要怎樣 那中間也是產生了很多的想法 所以後來就想說那我就做職工 所以我之後就去海外做職工 所以我在海外做職工兩年 那回台灣我自己做演講啊 或是什麼 但我們又找一個很實際的工作 但是真的這個東西是會很具批判性的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華人的社會跟 我相信跟瑞士西方的社會是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價值觀是有非常大的一個差異 那因此像我在海外 我看到很多發展中的國家 其實過得比我們都還要更快樂 但他們的失業率非常的高 那很多人的確是沒有就業機會 可是他還是過得很快樂 所以我也是才想要進行我這樣子的一個實驗 但是我並不會覺得說這個社會要實行這樣的主義 因為我剛剛講說我華人的社會 其實是會看重努力這件事情 然後會覺得這是一個人的基本價值 人不工作 就像我現在病友 他投履歷 看他上一次工作他發病前 十幾年前二十幾年前 他就覺得你這個人一定很奇怪 為什麼你那麼久沒有工作 那我實際上我自己的勞保 你去看我勞保也是五年前 所以我想說我現在如果投履歷 那個人他一定也可能覺得我很奇怪 那這是還蠻一定的一個事情 那再加上我在海外 我們是邦交國 所以有一些台灣的政府的人 他也就是說那邊的人都很懶惰 都很沒有用 怎麼樣怎麼樣的 可是那邊的人他就是過得很爽 就是看海看天 在沙灘上Barbecue 那他們沒有東西吃怎麼辦 因為他們有作物嘛 所以是比較更傳統的一個社會狀況 那我自己其實是很舒服 我在這樣一個狀態 因為我在那邊我知道說 很多人過得很辛苦 他們也想要過得更好一點 可是他們沒有辦法 可是現在看起來是我們必須要節制一點 大家了解嗎 就是他們想要往前 我們想要往後的一個狀態 那這個中間怎麼樣取得平衡 所以我自己也期待 期待這個社會是多元化發展 那可能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但是也可能有資本主義 可是修正後的資本主義 因為我去看到很多 因為我還是有在做製工嘛 看到很多社會底層的人 如果因為這樣子的狀況 我不知道對他們來講是好還是壞 因為他們現在已經非常struggle 但是這個東西不一定對他們來講 造成改變 例如說大家都是起頭式的基本工資 我在台北很方便 我們可以去服書館 我們可以去幹嘛 我們少少的錢 其實可以做得非常方便的生活 又本身是台北人 我有這樣的感覺 可是如果是在一個 比較不方便資源 比較缺乏的地方的話 那他這樣子是能夠滿足他的需求呢 還是他可能過得更不好 那這些很多東西還是值得去了解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李賢 然後其實我在兩年前 也做了很大的轉變 就是我把人生目標從 追求累積最多金錢 然後最高的成就感換成 怎麼樣跟這個力求和平共處之後 我也是兩年都未來 擁有就業 然後但是一直都在工作 所以基於這樣的 一樣是實驗室的生活心態 我會給這個 一分吧 就我相信這樣的 模式 各位夥伴好 已經十點二十五分了 前面有人用了五六分鐘 有人用了一兩分鐘 那我不知道我有多少時間 前面那有一位是那個 古大哲學博士 他先離開了 可能是要趕為三峽 不過我 不然是滿美的 放的話就跑了 所以我搖他來 我想每個人回應這個問題 都有自己的位置 像他本身是一個軍性小孩 可以學我來去演博士 那我們在座當中有些人 呃 可能你 不知道是不是警察或警騙 因為在一八學雲之後 我 我把那個 東德射殺 自己百姓 跑往西德士兵 後來 和東西德和平之後 那個射殺的 被派人丟罪 法官說 你上次叫你開槍 但是你可以決定 不要射中 那我要引用出來之後 往那個FB 引用到FB 大哲開始轉輸 然後蘇智芬 派他們警察 上來台北 所以叫他們槍口抬高一公分 那我昨天才發現說 原來在四五月份左右 有一個人 他丟了一個簡訊 到我的FB裡面 告訴我說 他是決定局 他是花蓮的警卷 之後 然後他女友是交警 意思就是說 像我結智一點 他知道我的背景 所以我覺得這些可以理解 包括什麼 包括 半年前我看到一對不熟的朋友 他的臉書上面寫說 我今天的嚴重可能 四十 四十七萬 我不會 有這麼多錢 很開心 是因為 我知道 是因為我今年比去年 加倍的能力 那我想問的是 他是在庫巴 保 那個收錢給服務 那各四十七萬可能 如果以各四個Ks 有人嚴重度 是沒有到這個收入 所以我每個人都 還有位置去回應這個 也許你是黨國體制的收入者 也許你 也許你 待業一段時間 我覺得 像有人可能知道 我在研究家暴跟性侵害 那我們也會說 一個人他不願意 離開一個家暴的關係 可能只是因為他熟悉了 他也知道他不好 但是要他離開他熟悉了 投入另外一個新的關係 那他會充滿恐懼 那是不是 其實對 也許今天主角來說 他們只是想拋出 這樣的選項 給大家來思考 那是不是有這個可能性 我想 也許 也許 路上還是有不完成 可能會 有人覺得說 是不是要搶灌 我覺得應該不是搶 搶灌 那 也許標題也下的有點 不是非常妥協 或者是下誠說 不要就業 行不行這樣 因為已經自表了說 就業跟工作的差別 那 沒有就業不代表沒有工作啊 我以前跟朋友參加那個 俄羅斯與那個 三小五跟孟魯魯 那個研討會 他 那個 外國他 外加班回去 他問我們 我們建議給他們 我們就建議他說 你們 要去保留 我們好散好水 因為現在我們要買水 然後說我們 騎馬的傳統好 保留下去 因為 他們現在特別 都好像存錢買機車啊 不用吃草的嘛 但是 搞到我們現在是 起碼是貴族的運動耶 他們板子在起碼 那他們 沒有就業 餓不死啊 他們有地啊 可以虛目啊 種種種息啊 這個是 有點 有點掉 有點掉的鬼啊 那 呃 講到錢我覺得 錢本身它是一個工具 那它不是罪惡 但是 貪財是一個罪惡 不是我講的 我生氣是我的 那我說 那 貪財是什麼 貪財可能就是債 貪財是你貪財 或者是 有人貪財設計一個錢 你讓你負債 所以 這是一個罪惡 那 那 也許我們的社會很多元 但是也有人說 我們社會整個那個 政治 它是在服務什麼 服務那個 所謂物質 物質消費主義嘛 然後呢 那政治又服務宗教 就是 呃應該說 其實 其實是單元化 應該說 宗教為政治服務 政治為那個 吉利兵人成長服務 其實是一個 呃 拜經的一個 一個信仰 那 前面我一個 朋友提到那個 舉牌 其實我 我第一次看到舉牌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覺是什麼 我覺得 我覺得很 我不知道怎麼去形容那個感覺 因為我 我可能是一個想很多的人 一天八百塊要你站在那裡 我的想法是 為什麼他不請一個機器人 或牌子就直接擦那裡 當然是會沒效的 所以他 要你看見說 一個人活生的生命 但是我要他 我買了他的時間 我要他學這個牌 他去注意這個東西 以至於你會去注意說 怎麼有人在這邊取這個東西 以至於我去注意他 去他的廣告 或者說我去看他的預售或什麼 那我覺得這算不算是一個 把人物化的一個典範 那其實廣益來說 還沒有被警察拉走啦 那廣益來說 是不是其實每個人都在舉牌 舉著自己的價格 或者你的理念 為你的理念 媽媽如果你在 那個 代價而哭啦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目前 整個人類社會在推送的一些典範 不管你說是 比爾蓋茨還是說過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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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受巴菲的影響 他也像 那個 就是說 裸捐嘛 他也說他 九十要捐嘛 但是也有人這樣講說 如果 微軟系統 沒當機一次 他就要賠 十分美金 或一元美金的話 其實他應該破產兩次了 所以 這些法規是為誰在寫的 那我要問說 如果他在成為這個婦人的過程中 破產民意的好 他是在固執壓 或累積到他的財富 那他事前 說我這支錢 我要把我的財產 來其實就是這樣捐出來 我們要把它當作一個典範 這些錢可能是 透過一個危害審判 的時候壓榨人權 換來的 現在還有一個叫拱黃金 就是把拱頭入盒裡面 換成黃金出來 對生態上的汙染 這是我們的典範 這是我們的典範 其實就是一個單元的社會 是目前一個資本主義 走到現在 出現的一個內暴停發生 就是 在學校就 看著分數 入社會之後就看 看著職場 看著存況 去比高低 那其他那些 垂簾式的 什麼社會企業責任 其實某種角度來說 也是一種差汁抹粉 所以我 一個華人 作家 攝影家 他在那個 前面剛剛 有沒有說 無精神的病友 他在捷克 過的 一個攝影家 華人 他寫下這段話說 每當我看到 這些康復的人 出院 不久後 又回到醫院裡面 我就在想說 可能病的 不是只是這個病人 我們都知道他回去哪 他回去他的家 回去他的社區 回去他的社會 所以我想說 其實 我覺得 拋出這題題 我們可以有更多的對話 我覺得是人很有意義的 以上分享 謝謝 很多朋友 剛剛沒有講到 說什麼 修正資本主義 各式各樣 或是 或是 怎麼去處理這些事情之類的 我覺得 王爾德寫的這段話 因為實在寫得太好了 以致於 我覺得 就是 我逐次見面看好了 好不好 好算 就是 王爾德這段話 大家可以自己去Google 該做的 是去建立一個 讓貧窮沒有辦法發生 碎毀這段話 我覺得 當然 我覺得 朝向一個更好的 激進的改革 這件事情 怎麼做到這件事情 中間有非常多 必須要去理清的論述 或者是 去搞清楚的環節 這件事情 這當然是 必須要實際去做的事情 那 今天呢 先把這件事情 提出來 對不對 之後 其實就蠻希望說 大家不管說是 質疑的 或是有興趣的 或是認同 可是不知道怎麼做的 其實我希望能夠有更多的人 帶著大家各自的專業 一起來 都沒起來 試著把這件事情給落實下來 因為這件事情 要做 不是 一個人兩個人 也不是 你就非把他講 就可以做出來的事情 對不對 就算是我們 單純只是要做倡議 也需要各式各樣的人才 所以 那就 今天 不好意思喔 正式的活動時間到這邊為甚麼 好